10岁就赶去深山老林里徒手抓了 谁能想到这个天生神力的小姑娘只因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被傻猪猪咬了后口吐白沫 倒地不起 昏睡了久久81个时辰 伤心的家里人都觉得这个小姑娘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慈祥的爷爷要劈了自己准备80年的寿采给她的一口小盒子 就在全村人准备开席的时候 没想到这个小姑娘竟然抹了抹嘴 吃婷婷坐起来了 我没事 就是睡了一觉 这波操作可惊呆了众人 原来这个小姑娘是个穿越者 由现代穿越而来 有祖传宝物 能百毒不清 在现代 小姑娘叫赵青烟 晚上出去打猎的亲生父母在她刚出生时就将她扔到了孤儿院 可她硬是在地狱级别的开场一风翻盘 从小到大 年年考试全是第一 等到大学毕业 已经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的女博士 简直是一本能行走的百科全书 没想到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一缕月光照在祖传的山水牌上 她竟然穿越了 孙女啊 怎么还不醒了 可不要吓唬奶奶呀 我的大闺女 你快点醒过来吧 你要是能醒过来 娘就再也不偷懒了 娘也不跟你抢好吃了 我低孩儿啊 娘 这可是你说的 一言为定 双喜临门 诈尸了 瞎叫唤什么 哎呀 我的孙女啊 你可算是醒了 那些个庸医 非说你不行了 可疼死我老婆子了 房间里的人听着皇室的大嗓门 都知道赵青烟醒 赶紧跑出来 亲爹赵明灯扔下手里的锄头 就直奔闺女 我闺女醒过来了 就知道我闺女没事 哈哈哈哈 叶儿去 把我孙女放下 你瞅瞅你那点出息 还躺猫尿了 没眼看 快擦擦 我高兴 我孙女儿肯定没事 小时候那老和尚都给算过的 说咱家烟儿富贵命 烟儿呀 快让奶看看 哪里不舒服 皇室双手搭在赵青烟的肩膀上 眼睛像雷达一样扫描着孙女 奶奶 我没事 除了有点头晕外 就有点饿 哎呀 鸭儿 你快点进屋去躺着 可不敢再折腾了 老三家的 你个懒猪 还不赶紧去做点吃的去 哎 算了 老大家弟 你去给我孙女煮个粥 要愁愁的 指望她卖个亲娘 我乖男得饿死 大伯母王彩霞 很是爽快地硬核 姐 我这就去 但 你看要不要再给咱三丫头 争个鸡蛋 好 你自去到我屋子里拿吧 皇室说完话 就然后拉赵青烟回房间休息 鸭儿 走 和奶奶进房间休息 鸭儿醒了 大家都散了吧 瞅瞅这院子整得乱七八糟的 赶快都收拾收拾 老三 愣着干啥 还不快去收拾院子 老二家的 赶快去地里把剩下的粮食都收了 老大 你去村长家 把借牛鸭滚子的事定下来 这个时候 闲下来的赵青烟 才凭借着记忆碎片回忆了起来 自己有现代人的灵魂 还保留了袁申的记忆 好在和袁申同名 都叫赵青烟 根据记忆 了解到这是和睦的一家人 爷爷赵千瓷 奶奶黄秀华 据说没人见过他们两口子吵架 一共生了三个儿子 亲爹赵明庚 生了两子一女 分别是12岁的赵青烟 10岁的赵青阳 跟6岁的赵青龙 自己有个不带脑子的娘 是那色迷心俏的爹看上的 除了不靠谱的青娘 其他都还算好 一时回不去就只能先这样了 哈哈 奶奶 我就有点头晕 没事的 你老别担心 我可是大力士 哈哈 燕儿 今儿你晕倒这事 怪奶 奶不该让你一个人去树林子里的 是奶的错 好在你可算是醒了 奶奶心疼了 奶奶 不怪你 我没事的 乖孩子 赶紧躺下来睡会儿 赵青烟在皇室的拍拍中 很快地睡着了 没成想 马婉儿居然没声响地站在她身后 老太太皇师拉着她的胳膊 捂着嘴出了屋子 你个死婆娘 你个好吃懒做的西东 郎中说 燕儿最近缺少营养 你要是再和她要东西吃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你明知道她力气大吃得多 你非得跟她抢吃的 别狡辩 我可告诉你 我孙女这次受伤 你给我好好伺候着 衣服天天给洗了 你要是敢偷懒 我就断了你的口粮 哼 出事了就赖到我头上 住嘴 奶奶皇室训完马婉儿 才回了正房 进门见老头子赵千瓷 坐在桌边抽烟袋 一看就知道 这老头子背着人抹眼泪了 这一家子的大男人 都有爱躺猫尿之毛病 肯定是遗传了这老家伙 孙女睡了 除了有点头晕 没啥大事了 我看还挺精神的 没让蜘蛛毒傻 静胡说 燕儿怎么可能傻 你傻他都不能傻 是 是我傻 行了吧 你个死老头子 就知道凶我 老头子 你说今儿这事 是不是应了当年 那个老和尚的说法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呀 这个谁说的准呢 不过 今儿这事 却是一劫 才把燕儿拉回来的时候 我试过了 确实是没气了 啥 你个死老头子 别吓我 你咋没跟我说呢 说啥 要不然我为啥 要让老三把我的寿菜拿出来 还不是孙女就这么没了吗 老太太见老头子又要哭 心里也不是滋味 她不也在祖宗们排位前 磕了半天的头 给孙女祈福吗 老两口坐在桌子两边 小声讨论着孙女今天的情况 我琢磨着 这个结算是过了 以后得多看过这些 老三家 那就是个不靠谱的 这些年 要不是燕儿镇着她 估计三房早就让她搬空 燕儿那就是个鬼灵精 三岁开始就能制住她那个亲娘了 你还记得不 燕儿第一次把老三家的石墨盘举起来 下个马玩的 再也不敢不给她洗衣服了 咋不记得呢 还有五岁那年 老三家的装病 布下底干活 燕儿把她藏在老鼠洞里的私房前翻出来了 给我让我去雇人种地 哈哈 老两口回忆起孙女跟亲娘之间斗智斗勇的场景 都忍不住哈哈大笑 待到大伯娘把赵青烟的饭复好后 赵青烟刚醒 皇室心疼孙女 本想让孙女在房间里吃 赵青烟却坚持到堂屋一起吃 顺便在认识记忆中的亲人才是重点 哇 好多人啊 真热闹 燕儿 快来坐 听到奶奶的呼唤 赵青烟凭着记忆走向了自己的位置 当她看到摆在自己面前的那个跟盆一样大的砖属饭碗时 差点控制不住表情 这玩意也太大了 真是个干饭人 燕儿 怎么了 是不是不够呀 奶奶分给你点 不是的 够了 够了 就是刚刚醒来 怕吃不下这许多 奶奶 我这里的蛋羹挺多的 奶奶也吃些 燕儿你吃 这是特意给你做的 你受了伤 得补补 快吃吧 赵青烟见皇室的态度坚决 就不再推辞了 不能和小干饭人的差别太大 鸡蛋羹入口真香滑软嫩了 还别说 这古代的鸡蛋是真好吃 香还没有什么腥味 纯天然的食材味道就是不同 疯狂干饭的赵青烟 消灭了一盆子的粥和鸡蛋羹 只吃了两口野菜 还有没啥味道的长豆角 口感一言难尽 一顿饭在大家风卷残云中结束 皇室见孙女只吃了两口菜 便知定是菜的味道不好 燕儿 吃饱了没 奶奶 还有点点饿饿 老大家的 等用过了饭 你去张图护家看看 定个三斤猪肉 要瘦肉 若是有骨头 就再买几根骨头 棒子回来熬汤 大伯娘王彩霞 听到婆婆吩咐 欣然应允 那边二伯娘听了 着了急 娘 还是买肥肉吧 肥肉油多 香 再说了 这些日子活忙 大家都累 吃些肥肉力气大 肥肉 我看你浑身上下都是肥肉 明儿个上午 你要是不搁上二母田 就别吃午饭了 啥 娘 你不带这样的 不买肥肉就不买吗 我要是搁二母帝 那三弟妹是不是也得搁那么些 马婉儿本还暗自庆幸亏得自己没多嘴 没想到田小兰扯起了自己 不是二嫂 娘是教训你不懂事 就知道吃 那是娘罚你 跟我有啥关系呀 娘 你可别听二嫂的 你也知道我身子骨一直都肉 你闭嘴 你个败家娘嘛 明天你俩一样二母帝 我去检查 莫想蒙混过关 奶奶从旁边柜子上拿了一个饼子给赵青烟 燕儿今天可遭老罪了 这儿还有奶奶省的一个饼子 快吃 赵青烟接过饼子 也试了一口 傻了眼 凶疼地咽不下去 就赵家的这份吃食 现在在赵家村已经算是头一份了 结果这饭 就这 一顿饭 便让赵青烟彻底认识到了古代农民生活的困苦 哎 古代人生活可太惨了 接下来我就做两件事 一个是怎样能名正言顺地把空间里的吃的东西拿出来 二是得想办法赚钱 提高赵家人的生活水平 不然天天这种饮食 估计得英年早逝了 空间里的吃到 什么空间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讲解 经常吃牢饭的朋友都知道 在古代私自自园口的重则 轻则流放 重则满门超窄 但这个小姑娘偏偏不信邪 硬是做出了纯度99.99的细盐 哇 这么白的盐 续接上集 饼子吃得凶疼的赵青烟下决心改变生活条件 这天上午 赵青烟在厨房瞎转忧 看见厨房里只有一些简单的调味品 啊这 古代生活条件也太差了吧 呸呸呸 盐也太苦了吧 可惜空间里没有盐 那改善生活就从制盐开始吧 哈哈 这时候大堂哥赵青山家的大宝和大鸭走进了厨房 烟儿姐姐 让我骑大马 我也要 我也要 哈哈 今天姐姐有好吃的 给你俩 你俩出去玩 在古代 私自之言可是重罪 为了保密 赵青烟从空间里拿出两个蛋糕哄走了孩子 顺手锁上了厨房门 等等 什么空间 什么蛋糕 原来 现代的赵青烟那离谱的老爸 最后留给了他一大笔资产和祖传山水牌 谁能料想到赵家血脉能物外开简山水牌的超级空间 能容纳一千头大象 东西永久仿佛 捡了宝的赵青烟 开启了疯狂买买买的模式 种子店 买空 粮油市场 买空 生活用体市场 买空 药店 买空 让人惊掉了下巴 看着塞得满满当当的空间 赵青烟乐开了花 可是偏有不测风云 第二天赵青烟就带着祖传山水牌意外穿越到神龙国赵家村 虽然到了吃不饱穿不暖的古代 但好歹还有巨量物资的空间 生活倒也过得去 我这女博士可不是盖的 不就是制炎吗 还干 说干就干的赵青烟 溶解 搅拌 过滤 一气呵成 就是这起锅烧盐水 点火可难倒了它 这打火石可真难用 要是有打火机就好了 想到这 赵青烟拿出了打火机 点燃了灶堂 不一会儿 伴随着鸟鸟吹烟 终于锅里出现了结晶 时间快到晌午时 回来做午饭的大糖嫂刘小花看到冒烟的烟囱 狂奔回家 生怕回去晚了 锅碗条盆都被赵青烟给打碎了 三妹 开开门 我是大嫂 娘 姐姐在厨房呢 刚好锅里的烟全部结晶 赵青烟急忙开门 刘小花急切开口 三妹 我看咱家烟葱冒烟了 你在厨房烧水吗 嗯 没烧水 我干了点活 你进来看看 好白的盐啊 像雪一样 三妹 这锅里是啥 是盐吗 哎呀妈呀 长这么大 还投回这么白的盐 你掐我一下呗 大嫂 你别逗了 我可不掐你 你知道我的手劲 万一给你掐子了 戴堂哥得找我拼命 咱们中午就用这个盐做菜 你看看是不是比之前的菜味道要好 三妹 你是这个 牛逼 嫂子真的佩服 这你都能弄出来 还有啥是你不会的 厉害了 我的妈 哈哈 凑强 我不会的多了 比如做饭 缝衣服我就不会 那些算什么本事 三妹是做大事的人 嫂子 我本事再大 也是你小姑子 因为有了今年 刘小花拿出了浑身解数做的午饭 早上买的大骨头 三斤瘦肉 都给做了 相迷惑了 当午饭端上桌的时候 大人们的眼睛亮了 小孩子们激动 你妈妈在 奶奶皇室的脸色不好了 赵青烟赶快进行安抚 奶奶 最近忙着收庄稼 大家都累 我就做主 让大嫂把肉都煮上了 这吃得好 才有力气干活呢 奶奶 等会儿给你看样好东西 惊喜哟 好吧 你这调皮捣蛋鬼 我看看你有啥惊喜给我 这么好的菜 都快吃吧 一定要吃干抹净 都是好东西 因着赵青烟的调皮 皇室神奇地熄灭了火焰 全家狼吞虎焰 居然没一个人有空说闲话 大家一顿秋风扫落叶 不一会儿就吃得干干净净 舌头最灵的二伯娘开口道 大侄媳妇 今天的菜是怎么做的 吃起来比往常的味道好很多呢 这可都是咱家燕儿的功劳 大家都悄悄的 都去厨房 有惊喜给大家哦 这 这是盐 怎么如此之白 皇室看了看人 拿起一小车放进了嘴里 奶奶 太咸了 别哭坏了 不错 这盐没有苦味 真好啊 这下赵家人在造坊里马上炸锅了 三姑娘 你这脑袋瓜子咋长的 这都能给你弄出来 三姑娘厉害啊 这不生不想做大事呢 我闺女就是聪明 哈哈哈哈 小事一桩 好了好了 小花 把孩子们都带着去你屋里玩去 其他人都跟着去堂屋 在古代 能治盐是好事 但是私自治盐可是大事 二伯赵永更有点沉不住气了 爹 咱家三丫头能把盐变得这么白 这是好事 你跟娘咋还是愁眉苦脸呢 咱家三丫头能做出好盐这事 老大 你怎么看 爹 咱家三丫头能提纯盐这事 咱们不能往外说 盐是受朝廷管控 如果咱家能做出好盐的事传开了 那以后谁去关商丹里买 这后果是咱们这小老百姓承担不起的 老大说的对 爹 这事我真是想差了 大哥说的对 镇上卖的那些盐 跟咱家这没法比 可却能卖到一百二十文 咱们这要是卖 肯定价更高 而粗盐是五十文 这个价差太大 如果咱家三姑娘能做出好盐的事 被别人知晓 恐怕会惹祸上身啊 你能认识到这点很好 还算聪明 今儿这事都听清楚了吗 有一个算一个 谁都不准出去说 小孩子们也都嘱咐好了 赵千词郑重地说完 皇室紧接着训话 有一个是一个 能听得懂人话的 赵家的子孙都给我闭紧了嘴 还有娶进门的媳妇们 也都别回到娘家嘴 就没个把门的 今儿这事 若是传出去 有可能咱赵家要玩玩 尤其是老三家的婆娘 别在村里瞎咧咧 娘 知道了 我肯定不瞎说 听王室说完这话 大家面色也都沉重起来 奶奶王室紧接着 嘱托赵青山 青山 你去门外面看看 可别让人家趴了墙根 奶奶 我这就去 鸭儿 你这作严的法子 谁都不准教 以后咱家吃的盐 需要作画 你告诉奶 奶给你守门 你自己在造坊里弄 赵青山赶快 小鸡啄米斑点头 吓坏的他还在后爬 我怎么就没考虑到 这是封建王朝呢 古代私自治盐 可是重罪 奶奶 我知道了 瞅瞅你们这些没出息的 一个个吓傻了吧 都听着 把嘴壁岩石 屁事没有 管不住嘴才是大善 老婆子说的对 把咱嘴巴捂岩石了 过好自己的日子 别瞎显摆 不管咋说 咱家以后有好言 这也是好事 大家可都得记着烟的好 爹爹 你放心 我们肯定不瞎说 是是是 爹 娘 我们一定管好小的 咱家三姑娘可立了大功了 是咱家的福星 然而此时的赵青燕 正在咬着小手绢 尴尬得都快能原地 抠出个三十亿天来 赵青山巡视完房子周围 正准备回家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趴在 赵家院子墙上 偷听的赵二狗子 赵青山 不动声色 偷偷一棍子打晕二狗子 就赶紧扛着二狗子 进了堂屋 奶奶 不好了 刚才二狗子趴墙根 我给打晕了扛回来了 坏了 这二狗子 不会把咱说的话听完了吧 这下可怎么办啊 爹 娘 这二狗子平常嘴里 就没个板门的 就是个小地痞 情况不妙啊 不要慌张 谁也不知道 二狗子听没听到咱说话 就算听到了又能怎样 咱把言道进河里 死不承认 谁也没办法 但也不能让他胡说 老大给他灌酒 灌得醉醉的 扔到路上 老婆子说的对 这小子平时就爱喝酒 就算明天他醒了狐烈烈 别人也就只当他 喝醉了做的梦 当家的说完 众人才松了口气 大伯赵长庚 将二狗子扛了出去 一会儿就将 醉乎乎的二狗子扔在了路上 这个姑娘做的新衣服真省事 村里懒汉穿了后能一口气割一百亩田 连村里常年不穿衣服的二大都直接下单一百件 村里人直呼666 接上集 赵青烟成功做出戏言后 又想招法改变生活 赚钱养家 根据袁申的记忆 袁申喜欢上山打猎 但是靠打猎发家致富 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衣食住行 该从哪里下手呢 衣服 算了吧 都是粗麻布 住 住的都是茅草屋 哪来那么多钱修心房 好像还真的得从吃的下手了 想着想着的赵青烟睡着了 不知不觉到了下午 家里人都下地干活了 刘小花被留在家里 收拾屋子和看孩子 睡了许久的赵青烟睁了睁眼 坐了起来 刚睡醒的赵青烟费了好大劲 总算才是把衣裙穿上了 出了一身汗 这衣服穿着也太费劲了 一点都不方便 古代人都不怕麻烦吗 说吧 赵青烟手一身 从空间里摸出来一个风扇 吹了好一会儿 总算凉下来了 凉快多了 哈哈 这古代衣服也太繁琐了 要是能改一改就好了 哎 有了 我要是按照现代人的穿着 改一改衣服 那就方便多了 说干就干的赵青烟 拿着衣服出门 找大唐嫂留小花改衣服 大嫂 这些个衣服我感觉穿着太不方便了 大嫂你看能不能帮我改改 你这衣服还挺好的 怎么哪里坏了吗 没有坏 这些个裙子每次穿的时候 都要一圈一圈地绕上去 穿个衣服也挺麻烦的 三妹啊 咱这衣服都是这个样子的呀 你这衣服好好的 咋改啊 嫂子你看 这袖子太大了 我想着能不能把这袖子改小 外面再系条腰带就行了 而且天气这么热 还得穿好几层 太麻烦了 大嫂 我是经常要上山的 这裙子太长了 你看可否如此改动 把裙子和上衣缝在一起 领口的话 头能套进去就行 袖口改小一些 这样就看不到里面了 也能少穿衣服 裙子简短一些 咱们穿裤子还要穿衬裤 分明是给小娃子们穿的开装裤 走路都带风 凉嗖嗖的 倒不如就穿一条缝制裤子 里面重新设计一个内裤 就不怕走光了 走光 什么是走光 三妹这说法还真是新奇 走光就是不小心露出了内裤 这种不雅的事 赵青烟说完 殊不知刘小花已害羞的事 满面通红 赵青烟见大唐嫂这害羞的样子 以后之后觉的反应过来 摸了摸头 嫂子 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个 嫂子 你先忙 你做好内裤后 我来试试哦 刘小花听着赵青烟的笑声 脸色更红 这三妹怎能变得如此奔放 害羞完的刘小花 改了改赵青烟的衣服 再改出了长裤 再根据赵青烟的描绘 做出了内裤 赵青烟试了试觉得很不错 嫂子 这衣服穿着真不错 真凉快 这衣服穿着方便 干活也省力 给咱家人改一改 保准大家都喜欢 听了刘小花的话 赵青烟转了转头 有了主意 嫂子 既然大家都喜欢 要不咱们多改一些衣服 明天去村子里卖卖看 这能行吗 奶奶能同意吗 肯定没问题 卖了钱能补贴家用 奶奶肯定同意 晚上赵青烟在奶奶和一大家子面前 展示了改进的衣服 并说出了卖衣服的想法 大家对赵青烟的想法很是赞同 于是一大家子女眷连夜改了一大堆上衣 裤子和内裤 第二天一大早 赵青烟和刘小花就把新衣服 摆在了村子路旁 大家看一看哦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哦 新款的衣服穿了保准凉快 穿了保准干活轻松 大家看一看 此时他们周围聚集了一帮子村民 燕儿 你这啥衣服啊 咋这么奇怪的 大家都看看啊 这个都是什么破烂玩意儿 稀奇古怪的 赵青烟给大家解释了各种衣服 此时的刘小花羞红了眼 众人听完后 都纷纷表示伤风败俗 赵家丫头 你这都搞得什么乱七八糟的 伤风败俗 呸 二狗子 你那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你懂个什么 你个懒汉 我这衣服穿起来可方便多了 穿得少还凉快 就方便咱们农家人干活了 你这臭丫头 看你整天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一看就不是正经人 那天我可听到你们家 此时大堂哥赵青山一脚将二狗子踹翻在地 二狗子 我看你是满嘴喷粪 你整天有手好闲 虚旧 坑门拐骗 就是个小流氓 你在这里狐猎猎什么 你要是再对我家婴儿不尽 我把你做得满地爪牙 赶紧过 听到这里 二狗子不敢说了 灰溜溜的跑啊 大家放心 我家的新衣服 省不了 下地干活方便 可实惠了 大家可以来试试 听了大家的话 众人纷纷上前 一番查看后 果真是物美价廉 一套也就五百文钱 不一会儿 衣服就被一扫而空 赵青烟赚到了 穿入主带后的第一桶金 赵青烟的新衣服 给家里带来了不错的收入 众人喜上眉梢 今天燕二赚了好多钱了 说明这毒蜘蛛没白毒啊 我家燕二变得越来越厉害了 哈哈哈哈 此时路过赵家的二狗子 听到赵家的笑声 心里暗自较劲 赵家丫头 你别得意 有我收拾你的时候 哼 赵青烟又来到厨房 想着改善生活条件 看着黑不溜秋的高亮眼 赵青烟感觉喉咙疼 灵机一动的赵青烟 从空间里拿出来一个竹制筛锣 把高亮面筛了一遍 筛出不少糠 多余的糠皮子是院子里那几只鸡的口粮 高亮面加水后揉成面团 等到自然发酵 再加入神龙国的碱面 松软的高亮窝窝头就做好了 等到晚饭的时候 奶奶吃了今天的窝窝头 一脸惊讶 今天这窝窝头怎么这么软 怎么做的 小花 奶奶 就是正常做的 不过是烟儿给我的高亮面 奶奶你别急 我给你看个好东西 说完 赵青烟去厨房拿来了竹制筛锣 众人围着看了过来 这三丫头手真巧 这么精美的筛锣呀 烟儿心灵手巧 这筛锣质量也很好啊 奶奶黄尸一拍大腿 做了个决定 今天晚上 你们几个都把这个筛锣研究研究 老大老二去搞点竹子 今天晚上就坐上一批 明天烟儿和小花再去村里卖卖筛锣 这玩意可是个稀奇货 说不定也能卖个好价钱 听到皇室的风格 众人都一溜烟的干活去了 赵家老大老二扛着竹子进了大堂 其他人纷纷开始编筛锣 不得不说赵家人心灵手巧 两个时辰过去 就编好了一堆筛锣 大家来看一看 新做的筛锣呀 新鲜玩意儿 筛高亮面啊 做出来的窝窝头又细又软 众人围了过来 不出意外 筛锣又被一抢而空 看着赵家人又赚了一笔钱 在远处的二狗子吐了口唾沫 呸 太嚣张了 别当我不知道 你们家的把柄 我拿捏得死死的 走着瞧 哼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 下回讲解 在古代 清伯良家女子可是要动法的 可这个男人不信心 光天化日之下竟然调戏女人 结果屁股喜提 七七四十九个大板子 随后被逐出村子 接上集 赵青烟成功赚钱养家后 奈何天有不测风云 神龙国赵家村正经历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汗 这天赵家人都在旁屋里商讨如何应对 咳咳 今年粮食收成不好 还有干旱 咱家得多买些粮食存着 老头子说得对 大家听我吩咐 老大 晚些时候 你就带着家里的男丁去周边镇上买粮食 出村子和回来的时候避着些人 天黑后再进村 对了 记得分别去铁匠铺买几把柴刀回来 保护好粮食 知道了 爹 娘 爷 娘 你俩可真厉害 爷儿 过日子须得考虑长远 现在大汉 指不定后面怎么样吗 乃看你最近和以前不一样了 是咋回事啊 说到这里 赵青烟结合古代天下大汉时候的遭遇 早都想好了一套说辞 不得已今天只能说出来了 赵青烟说自己做梦 梦到了不久神龙国大汉 桃荒路上 人人面黄鸡兽 衣服破旧的一条条的 遍地都是躺着的人 汉灾太可怕了 咱家能不能找个什么地方 存够了粮食跟水 然后藏起来啊 哎 若是汉情持续 不仅仅是没吃没喝 最怕的便是流民 历来最怕就是天灾下的人祸 唉 老头子 还真有可能找到可以藏身的地方 咱这山上山高林匿 说不定能找个山洞 带到明日 我带上老三跟一二一起去到深山里寻找 赵千磁琢磨了一下 点头同意 老婆子 明天我跟你们一起进山寻找吧 哈哈哈哈 老头子 莫要说笑话了 你得在家做指挥 让大家做好准备才是 爷爷赵千磁听完指的低头作罢 奶奶皇室决定明日三人进山寻找 赵千磁想自己先上山熟悉熟悉打猎技能 没想到刚到山脚下 就被村里为二的童生张宝生拦住 张赵家三丫头 听说你前些日子受伤了 是真的吗 快让我磨一磨 说着张宝生就要伸手 滚 离我远点 关你屁事 你 你 有辱斯文 为你子与小人难养眼 赵三丫 我娘说想中你给我张家做儿媳妇了 你可别给脸不要脸 不然小心我让你做妾 我可是咱们村里为二的童生 明明我可是要去参加院士的 通过了我可就是秀才老爷 你莫不是个傻子 还你娘看上我了 我就得嫁到你家吗 真自恋 还明年就是秀才老爷 呸 你当那些个公民那么容易拿吗 还准备对我动手动脚 赶紧滚回去 别在外面慌有恶心人了 说完赵青烟跺了跺脚 就继续赶路了 赵三丫头 今日所受之辱 她日必百被奉还 呸 张宝生认为赵青烟就是个乡村丫头 没想到自己竟被她羞辱 顿时恶从胆边生 刚刚发生的一切均被担着柴 准备下山的另外一个读书人看在眼中 他万年不变的冰山脸上绽放出了笑容 堪称打猎好手的赵青烟 不一会儿就抓了只兔子 放在被楼里 靠在树边休息了一会儿就下山回家 刚到赵家门口 门口被村民们给堵得水泄不通 隐约中听到有人在院子里哭喊 呦 三姑娘 你可算是回来了 张童生的娘只名道姓说你打伤了她儿子 让你家赔钱呢 快进去看看吧 啊 还有这等事 说完赵青烟就飞奔回去 赵青烟进到院中 就见张宝生的娘张秋氏坐在赵家的院子里 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喊着 赵家都没人理张秋氏 赵家三丫头 就是你把我儿子打伤的 我当时什么事呢 原来是那娇狂童生的娘 你还敢来我家撒爷 你个狼心狗肺的小臣 居然敢打伤未来的秀才老样 你这恶人 怎么说出如此可恶的话 赵青烟 你这泼妇 我要去衙门告你 让县太爷治你的罪 让你住大牢 把你卖入青楼 张秋氏恶毒的话激起了怂 这张秋氏太恶毒了 该打 赵家三姑娘厉害 再打她吉尔光 好黄之一致她 一群低贱的你腿子 有你们什么事 待我儿当官 必定治你们的罪 让你们世代为 看你们还敢说我不成 呵呵 你这好人 是不是咱们村里 谁家得罪了你 等你儿子当官那天 就要报复谁吗 太嚣张了 围观村民脸色大变 往日巴结张家的村民 一阵胆寒 心中军事打算日后远离张家 你要告官是吗 你去告呀 你今日不去 我也要去告官 你 你敢告我 你能告我杀 可告你的多了去了 一 告你家儿子光天化日调戏我 二 告你寻衅滋事 讹诈他人 三 告你心思恶毒 欲加害于我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 我要请衙门把你们一家子驱逐出赵家村 你 你 你胡说 哪有的事 众乡亲 这张童生今日在山脚下拦住我 调戏我 说他马上就是秀才老爷了 要让我做妾 我一生气 就踹了他一脚 万没想到 这童生的娘 居然跑到我家来撒泼打滚 言语侮辱 往日只看张家人在村里作威作福 谁可曾看到过张家人对谁好 众乡亲 要不要把张童生及他娘送去衙门 赵青烟慷慨陈词 村民们听了这话 都振臂光呼 要把张家逐出赵家村 张秋是一脸震惊 此时村长赵金发 老爷子赵迁慈 张童生的爹张掌根一起进了门 了解了事情原委 听到作妾 迈入青楼 可把村长给气坏了 神魔 岂有此理 张秋是怎能如此恶毒 赵家祖训 赵氏女不可为妾 更何况是入青楼 这是对赵氏族人的挑衅 张长根 你们家虽然有个同生儿子 但怎敢如此放肆 不把赵氏族人放在眼里 这还了得 村长爷爷 你可以一定要为我做主啊 村长啊 我相信你一定能秉公执法的 村长 张家人太坏了 平日里就只高气昂 如果他家儿子中了举人 说不定咱们村子受什么祸害呢 大家放心 今日我就做出了公正的决断来 张长根 你也听到了 你也看到了 我赵家村容不下 你们家这么恶毒的人 故此决定把你们张家驱逐出赵家村 现你们一家子今晚天黑前离开赵家村 今日之事 我将禀告给衙门 赵家村从此没有张家 如果你们不肯走 我就派人把你们打出去 听了村长的决定 村民们欢呼雀跃 张长根猛逼了 他计划是让赵青烟给儿子定亲 好拿捏着他去打猎来孝敬张家 带到汉秦过去吧 儿子考上秀再行退婚 谁料到今日全家要被逐出赵家村 随后赵氏族人压着张家人往村口走 我不想走 快鬼 这是村子的决定 就这样 张家三人从此被逐出赵家村 村里那几个无赖再也不敢出来作妖了 家里有五代粮食 这个女人就要偷偷给娘家拿食袋 长此以往 夫家无可奈何 只得休了他 要不然全家就得喝西北风 接上集 去镇子买完粮食的赵家男丁 正开开心心吃着饼子唱着歌 没想到竟然被一帮匪徒拦住了路 站住 此树是我栽 此路是我开 要想从此过 留下粮食来 小崽子 你这树 我砍了 你这路 我走了 你能带我喝 敬酒不吃吃法酒 兄弟们 准备上 等一等 诸位可知赵家村人的厉害 赵家村是一个大村 人口众多 十里八乡的土匪一般不敢招惹 今天这三个歹徒可算是踢到铁板了 赵家村咋了 我们今天一定要拿到粮食 兄弟们 算啊 说着 三个土匪就和大伯叫长登 二伯叫永哥混战在一起 只要两个追 土匪就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哎呀呀 不行啊你们 三脚魔的功夫还敢来倒路 哈哈 说吧 赵家南丁就继续赶路 留下了在风中凌乱的土匪 另外一边 赵家祖孙三人正在山里寻找藏身的山洞 三人在山里一边赶路 一边说话 奶奶 找了一天山洞了 连个影子都没有 谁说不是呢 不但没找到山洞 竟然一只猎物也没抓到 时候不早了 一会儿咱就下山 说吧 一只飞鸟就出现在了三人面前 奶奶 我来抓 好不容易碰见的 赵青烟一个猛扑上去 飞鸟往前跑了一段路 赵青烟扑了个空 继续上前 赵青烟才抓住了飞鸟 小飞鸟 你跑不掉的 奶奶 我抓到了 好好好 今天可算是没白来 突然 赵明跟网树从边方向走去 娘 找到了 找到山洞了 累了一天了 可算是找到了 祖孙三人十分激动地往山洞里跑去 这洞口只能通过一两个人 没想到里面还挺大的 咱们一大家子藏进来 完全没问题 别说咱一大家子 就是全村的人来 都够藏的 哈哈 这可是一个宝地呀 咱可得保密 别让歹人知道了 对 下山的时候 把洞口藏起来 这地方可得隐蔽好了 赵家祖孙三人出了洞口 捡了一大堆枯树枝 把洞口藏得严严实实的 就准备下山了 此时 赵家又有另外的风波 亲家 借点粮食怎么了 你家有钱有粮的 就忍心我们家吃康宴菜吗 马马儿这个儿媳自从嫁过来 就经常往娘家偷东西 再加上她娘这泼妇 赵家人对这个亲家可谓是十分讨厌 我说亲家母 要点脸行吗 日子勉强过得去就叫有钱有粮了 镇上的米面铺子粮食多 钱也多 你咋不去找他们接济呢 算起南丁的数量 你马家不比我赵家少吧 我赵家日子能勉强过得去 咋就你马家不行呢 你马家 人人都是懒汉吗 三弟妹 赶快把你娘弄回去 大嫂 我娘家确实是粮食收得少 我听说 咱家买了粮食 就想着过来接点粮食 赵家买粮食这事一直避着马碗 马碗一直也不关心 没想到她竟然给娘家就说了 老三媳妇 什么咱家买了粮食 你听谁说的 你啥时候看见的 我提醒你们回去娘家 告知一下多寸粮 本是一片好心 怎的就被你给曲解了 说一千到一万 赵家也没粮 马碗吃惊 较 你说的是真的吗 赵千词这一顿忽悠 马碗这一个傻蛋 竟然迷迷糊糊心了 难不成还是假的 我看你心根本就没在赵家 就只顾着胡说八道 这大汉使姐 你敢到外面乱说赵家有粮 这不是给赵家招来大货吗 既然你事事以娘家为先 那我就带我修妻 你去祸害你娘家吧 听到公爹说要修了自己 没脑子的马是心中恼恨 指着赵千词 你个老不死的 就因为我娘家来借点粮食就翻脸 凭什么修了我 哼 识相的 就赶快收拾个两百斤 不不不 要五百斤粮食 给我娘家送过去 不然我就去跟所有人说 赵家买了很多粮食 到时候看你咋办 所有人都震惊了 也包括马里士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蠢蛋 这种话都敢乱说 马婉儿 你太过分了 马婉儿想还手 手才伸出去 就被王彩霞一脚踹了出去 马婉儿顿时坐地上撒泼打滚 这可是没天理了 欺负我马家没人呀 我嫁进你们赵家十几年 这说修就修 哪来的道理啊 赵家无情 我不活了 赵明公 你哥天杀的 你死在山上算了 我宁可做寡妇也不要做欺负 越说越激动的马婉儿 朝着门口跑去 准备撞柱子上 奶奶皇室一脚飞来 将马婉儿踹翻在地 你倒是说说 你想怎么当寡妇啊 皇室坐下后 刘小花上前一顿叽叽喳喳 说完了整个过程 皇室听完扭头 生气地看着赵明公 粮食这等事都敢胡说 老三 你怎么看 马婉儿 你平日好吃懒做 拿东西到你娘家去 我都不与你计较 可今天 你这是太胡闹了 拿我们赵家的命开玩笑 休妻 必须休妻 夫君 不要休我 我错了 都是我猪油蒙了心了 休了我 我就没活路了呀 赵明公虽然心里在滴血 但只能写修书了 只怪自己当初色迷心窍 娶了个又蠢又坏的女人 修书在此 从今往后 我与马氏毫无瓜葛 赵明公的话 犹如一季季耳光 打在马婉儿脸上 木已成舟 马婉儿也平静下来 哼 赵明公 你会后悔的 呀 我们走 马婉儿和马里士进房间 收拾了两大包裹的东西 大摇大摆地走了 恨不得把家搬空 这傻了吧唧的 本想跟着她打囚风 没成想境被修了 家里又多了个吃白饭的 哎呀 这么漂亮的脸蛋 还得再卖个好价钱 可怜的马婉儿没想到 她心心念念的娘 一直都把她当作摇钱术啊 这家医馆的药可神奇 八十岁的老太太吃了后 我们到里面 众人吃了都说好 街上集 赵青烟和奶奶皇室 来到县城卖药材 小哥哥 我们这里有绝世药材哦 你们要不要 哦 绝世药材 稍等 我去问下掌柜的 不一会儿 药童带着衣着 华丽的掌柜的出来 小姑娘 听说你们有绝世药材 可否让老夫一关 我这要拿出来 怕是要吓你一大跳啊 见多识广的掌柜的略有所思 哎 两位里边请 咱们后院细说 随后 掌柜领着赵青烟和奶奶 到了后院 小姑娘 这下可以让我看看 你的药材了吧 燕儿 快把卖蛇胆 拿出来给掌柜的看看 哦 蛇胆 这肯定是收的 让我仔细瞧瞧 掌柜的活了这许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 这么大个头的蛇胆 双眼放光 这是蟒蛇胆 这么大个头 不可多得呀 正是 这蟒蛇有你那边的花盆那么粗 就为了打这条蛇 差点把我这老骨头给搭进去 这是哪里来的蛇胆呢 原来上级赵家祖孙三人找到的山洞 有一条蟒蛇 赵青烟和奶奶皇室费了好大劲才治愈他 这才取了蛇胆 掌柜的 给个价吧 这是蟒蛇胆不假 但是你这蛇胆的品色不行啊 一看就不健康 不太好入药啊 穿越而来的女博士赵青烟 当然明白掌柜欺负他们不懂 想押价 掌柜的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这蛇胆品色上乘 我还听说城里里原外 正出价二十两求够蛇胆治病呢 你若看不上 我们就拿到里原外家里去卖 奶奶 咱们走 眼看赵青烟要拉着奶奶走 掌柜的慌了神 他还指望着这颗蛇胆八戒里原外 哎哎 小姑娘 别急着走啊 这样吧 我也出价二十两 意下如何 掌柜的 这可是我拼了老命拿下的 你这诚意不足啊 那要不我再给你多价五两 这个价已经很高了 成交 这下掌柜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掌柜的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好东西哦 掌柜的眼巴巴的看着赵青烟提着人身 心疼坏了 姑娘 慢点慢点拿 轻点轻点 你这拿的可是宝物啊 得子 得子 好拿鬼混去了 快去库房拿几个上好的盒子来 这有好几个珍贵药材 姑娘 辛苦你再拿换 这东西真对 可不能随便哪里都放 这要是掉了根须子 那价格都是要打折扣的 你这是千年好身 一口价二百两 一定要卖给我哦 这价格可把祖孙两人下了一条 这钱可顶得上赵家好几年的收入了 医馆掌柜为了避免好药材落入他人之手 直接出了一个好价 就这样赵家的药材卖完了 赚了一大笔钱 赚了钱的祖孙两人开始为家里置办家当 绵羊 老母鸡 鸭 莲花 不匹通通买到手 不一会儿 东西装满了车子 祖孙两人开开心心地回家 谁承想又要遇到马匪了 大哥 只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小姑娘 车上满满都是东西 这可是一只大肥羊啊 是啊 大哥 这两个都是女的 好欺负 肯定能抢下来东西 住嘴 丢人 还好意思说 上次粮食都没抢下来 还被人打一顿 抢个老太太的车 你们倒是来劲的 说出去 丢了我这张老脸 除非一坨饼羞愧地低了低头 到手的肉可不能给跑掉了 给我上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你咋知道 很明显你们这几个男人拦住我们 不是打算给我们银子的 赵青烟满不在乎地回答 让拦路抢劫的土匪瞬间感觉丢了面子 上天有好生之德 赶快下车 身上的银子留下 你们就可以滚了 我老婆子长这么大 还头一回听说 打劫也可以如此清新脱俗的 既然知道我们要干啥 就石像点 车留下 赶紧爬 赵青烟从车上跳了下来 手里拿着棍子朝土匪走去 土匪有点没反应过来 这到底是留下还是不留下呢 小姑娘下车 咋老太太不下来呢 摸不着头脑的土匪还在发愣 赵青烟就将土匪头子打倒在地 娘的竟敢打我大哥 老子跟你拼了 说吧 几人就混站在一起 看这激烈的场面 奶奶皇室一点也不担心 她圈女儿可是大力士 跟我斗 再练个几年吧 奶奶 都趴下了 下面咋办 要不打断腿 扔在路边得了 不 奶奶 我得把他们都绑起来 还得写个字在他们脸上 说吧 赵青烟麻溜地把土匪捆了起来 还在他们脸上写了字 臭丫头 你是哪里人 怎如此厉害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我是赵家村人 我叫赵青烟 以后记住了 遇到赵家村人离得远远的 赵青烟不知道的是 她自爆家门 没想到后面还给赵家村带来了货端 大哥 怎么又是赵家村人 都被他们揍两顿了 咱这可是丢了土匪的脸了 赵家村 你给我走着瞧 这个男人半夜不睡觉 放着如花似玉的媳妇不管 一口气做了八百多个俯卧撑 一二 一二 累得满头大汗 女人娇羞地说她真棒 街上集 赵青烟和奶奶皇室买了一车的东西 给一大家子都分了分 正值灾荒年 奶奶便让家里的女卷 每人烧二两银子回娘家看看 林哥 这二两银子我都能拿回娘家吗 拿呗 这是奶奶给你的 我家进来赵家好几年了 咱俩都没有小宝宝 我不好意思全拿回去 但是我家里弟弟都还小 日子很艰难 我的好娘子 你放心拿好了 这几年都忙着干活了 一直没顾得上要孩子 委屈娘子了 娘子说说看 这钱有什么打算 我给你拿主意 林哥 我想拿回家让我能买粮食 上次我回去 南家现在就只剩吃野菜了 弟弟们也是面黄鸡瘦的 行 就这样干 你爹娘对你也是不错的 另外 你看看奶奶今天拿回来的盐巴 也给你娘家拿些过去 林哥哥 你真好 撒狗粮的赵青岭夫妻随后开始创造人类又在计划 这段不好看 我给大家跳过 赵家院子里的声音磁器补腹 可苦了赵青烟 这也太少而不宜了 吵得人睡不着觉了 赵青烟气呼呼地睡觉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该回娘家的都毁了 奶奶皇室也背上贝罗和赵老爷子准备回去娘家 一晚上没睡好的赵青烟顶的黑眼圈 鸭儿 我和你也准备回奶奶娘家了 你这怎么这么重的黑眼圈啊 今天不干活 你再回去睡会儿 好好休息休息 知道了 奶奶 睡得早的爷爷奶奶当然不知道昨晚赵家院子里的声音了 到了皇家 看到小姑子来的大嫂白是本不好看的脸色 见到奶奶皇室背上的贝罗 顿时喜笑颜开 哎呀 他姑来了 我就听着喜去喳喳叫 准有喜事呢 原来是他姑回来了 快坐 大嫂 我大哥呢 我跟老头子回来 是有些事要跟大哥跟二弟好好说说的 你哥和你弟去村东头了 我让孩子把他们找回来 大牛去找找你爷和你三爷 就说你二姑婆来了 好嘞 奶奶 奶奶皇室边说边拷东西 大嫂 我给你们两家都带了一样的东西 猪五花 一点碎米 一点盐巴 小姑子 你这太客气了 那我就收下了 奶奶皇室一直和大嫂白是不对付 但都一把年纪了 而且白是也把皇家打理得不错 也就不与大嫂计较了 不一块儿 奶奶皇室的大哥黄大虎和弟弟黄二虎就回来了 大妹回来了 咋不叫人捎个馅儿过来 我跟二虎一起去看你就是了 这大热的天 大妹受苦了 就你那妹妹比熊瞎子都厉害 还能累着不成 妹夫 大妹 你们的意思已经开始有难民了吗 是的 前几天我们家还两次碰到劫匪呢 对了 前段日子 叫我家孙子来通知你们 可曾买了粮食 大虎面路尴尬 二虎却是连连点头 大姐 我家买了 把家里的银子都买成了粮 现在听说粮食价格越来越贵了 你嫂子说粮食可能会便宜 就想着等等再说 会便宜吗 大白天咋静说梦话呢 现在好了吧 粮食价格都贵成啥样子了 白是和黄大虎不好意思的低下了头 大妹 见笑了 现在家里还有些存粮 应该能扛上一阵子的 罢了罢了 我和老头子商量着 先给你们两家点银子 先硬硬急吧 这个灾年不好过呀 这银子可不是给的 是打了借条的 奶奶皇室向来奉行亲兄弟名算账 皇家兄弟姐妹几个叙叙就后 奶奶皇室和老头子就打道回府 谁知刚到村口的爷爷赵千茨 就被叫去村长家里了 村长 出了啥事了 千茨 你大侄子不是在镇上做账房吗 今天早上回来说 咱们岭南府来了很多的难民 看起来这汉情比想象中严重啊 咱们这边还算好的 但也不得不早做准备啊 咱当年也是逃过荒的 难民变成强盗也不是不可能 听到强盗 众人都慌了神 叽叽喳喳讨论起来 村长 你就说吧 你怎么说 咱就怎么干 好 我小了几点 大家都听一听 回家了都给家里人说一说 一个是村里的撞小伙子们 一起赶快去买粮食 能买多少就买多少 不能单独行动 二是咱村的组织各巡逻队 每家每户至少出两个男丁 三是赵家村 除了去买粮食的 任何人只准出不许进 自是无论是要来投亲的 一律不接纳 三十多年前 咱们全族就是逃荒到这了 可现在咱们能再往哪里逃呢 幸好咱们村子前面是谷口 周围都是大山 只要守好村子前面 咱们村子就能保住 咱们赵家村只要能守住村子 灾荒年就能安稳度 灾荒年 谁家没失去过几个亲人呢 在大自然面前 每个人都是渺小的 只有团结在一起 才能战胜灾荒 当众人都沉浸在悲伤中时 县涯里赵家村唯一的秀才赵警发回来 想必是出什么大事了 金发说 出大事了 隔壁郡县也出现了大谷流民 从难民那里还听说 他们那边有旱灾 还有黄灾 咱们得早做准备啊 进华 快速 喝点水 喘口气 我们这正在商量该怎么办呢 这你就回来了 再给咱们讲讲外面的事 哎 事倒不太平安 昨天县涯里来了一伙游侠 压着三个脸上写了肥的大汗 说是在路边捡的 县太野球大千一番审问 这才得知这几个人经常拦路抢劫 还计划和山上的倒肥 一起勾结竞争抢量 求其林赶快向上申报剿匪 官兵连夜剿匪 大获全胜 咱们县城才免受了一场无望之灾啊 这三个人就是抢劫我们家两次的土匪啊 两次都被我们家揍了一遍 听到赵老爷子这话 众人都对赵老爷子竖起了大拇指 一时的灾祸躲过了 但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呢 这个姑娘是穿越到古代的女博士 一晚上时间就给自己打造了一套豪华山洞小别墅 玻璃窗 电灯 石头床 十米高的围墙应有尽有 生活美滋滋 街上集 赵家村庆壮年组队外出买粮食 路过县城 却突然看到城门前堵了一大帮子人 明耕耕 这咋回事啊 城门口咋聚集这么多人了 不知道啊 不会是大家都抢了去买粮食吧 不应该吧 咱是属于对灾情反应快的了 在镇子上买粮食的时候 也没见多少人了 不会是土匪进城了吧 要是有土匪 咱可得小心点 要是有人敢抢咱的粮食 就抄家伙干 给大家都叮嘱叮嘱 明耕耕 你力气大 有你在 大家都放心 我这就去说 眼看着城门慢慢要关门 好奇宝宝的赵明光 跑到官兵面前打探消息 棺材大哥 咋回事啊 咋就要关城门啊 给我滚 你冷呀 没听说有流民已经闯了县衙吗 好家伙 这咋可能 真的假的呀 哈哈 你是不是傻 这种事能开玩笑吗 给我听着 县城里有土匪了 想活命的都给我排队 一个一个出去 只准出不准进 谁要是赶进来 小心我刀下无情 听了这话的赵明光 屁颠屁颠地回到了买粮食的队伍中 不好了 土匪进城了 流民闯县衙了 他明都吓了一跳 那咋办啊 咱粮食还没买完呢 还能咋办 粮办 今天买的粮食有五百多斤了 差不多了 赶紧回村 外面不太平 要是遇到土匪就难产了 赵明光赶紧带着大家回到了村子 并把流民闯县衙的事情 报告给村长 村长 大事不妙啊 已经有流民闯县衙了 县城已经只准进不准出了 我们买了五百多斤粮食 想着差不多够了 就赶紧回来了 你做得对 粮食安全买回来就行 怎么事态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了吗 看来咱们得快点准备了 大家都不要怕 咱们只要一起行动 流民就不敢轻举妄动 大家回去后就赶紧张罗着 把粮食藏一藏 巡逻队也要快组建了 大家快回去准备吧 村长的话稍微缓和了 大家紧张的心情 赵明光也赶紧回家报告消息 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了 咱家妇女娃娃多 人和粮食可都得藏好了 此时 着急的大伯娘王彩霞坐不住 赶紧来到堂屋 娘 您老看看 咱家是不是也挖个地窖 我怕万一真的流民来了 咱家的娃娃们可咋办 藏在地窖也不安全啊 要是被发现了 跑都跑不了 慌什么 冰来降挡 水来土掩 彩霞 去把你公公叫来 咱们商量一下 大伯娘王彩霞应声出去 不大一会儿 赵老爷子就回来了 老婆子 现在就要把孩子们送上山去吗 是不是有点早啊 山上条件可差呀 现在外面灾情一天一个样 谁也说不准明天啥情况 以早不以迟啊 老头子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那也只能送上山了 也不知道 燕尔在山上收拾的怎么样 快放心吧 咱家孙女办事 我可放心多了 上次在山洞里 多亏了燕尔 要不然我和老三可搞不定那条大长冲 哈哈哈哈 奶奶皇室笑着 赵明根不好意思的笑 赵千茨管道戳了戳地 行 那就这么定了 明天一大早 你们三兄弟护着孩子 和没有战斗力的女眷上山 顺便和燕尔一起收拾收拾山洞 燕尔一个人在山里 我也不放心 赵家人都担心赵青烟 起料即将会有一个惊喜送给他们 第二天赵家三兄弟便带着女眷和孩子们上山 奶奶皇室在家里镇场子 彪悍的大伯娘和二伯娘 非要留在赵家村跟男人们共进退 赵家三兄弟护送着孩子和女眷来到山洞外面时 顿时傻了眼 这哪里是山洞啊 这明明就是豪华住所呀 爹 大伯二伯 就是这 这就是我们找的山洞 燕尔 这还是咱找的山洞嘛 我那个乖乖 这么几天变化也太大了吧 当然是这里啊 我这几天可是天天住在这里 昼夜不停地收拾 终于收拾了个大概 要是寒酸的话 大家别见怪啊 哈哈哈 燕尔 可真有你的 这么几天就收拾个差不多了 佩服佩服 是啊 这哪里还是寒森啊 简直是猴宅啊 谢谢大伯和二伯夸奖 大家快进来山洞看看 一行人便跟着赵青烟进了山洞 这一进去 更傻了眼了 十几张石头床 玻璃 还有那台灯 快把赵家人惊掉了下巴 大伯赵长庚忍不住地问 燕尔 我这可是有姥姥借的大龟员 野花缭乱 哈哈哈 乖女儿 这琉璃都能看到外面去 还有这闪闪发光的东西 都是啥呀 太奇怪了 一时半会 赵青烟也不好解释 总不能说自己是穿越而来的吧 只能打哈哈 赵青烟摸了摸头 这些都是我从仙境里找到的 这我可不能乱说呀 等以后有时间再慢慢给大家说吧 大家走了一天了 快把东西放着休息休息吧 你这孩子 静瞎说哪有什么仙境啊 不过 这些东西倒也是奇特 不管了 都是咱赵家的东西 对了 咱们在山上的任何事情 都不能对外人讲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呀 赵青烟 突然想到了什么 严肃地说啊 还有一件事 不知道奶奶有没有说 要咱们发誓 坚决不能把这里的事情说给外人听 你奶奶说了 行了 大家现在开始发誓 一个个来 我念一句 你们跟着念一句 虽说发誓这些 赵青烟是不幸的 可古人相信呀 于是 在大伯的带领下 所有人都有发誓 不太会说话的大鸭 发誓的内容口齿不清 我发誓 不把山谷泥的使活出去 喝了就一杯杯吃不到糖糖 喝苦苦药 可爱的大鸭逗得大家笑翻了天 随后几天山洞里的人过得舒心又自在 然而山外的人过得有点水深火热了 这个女人被婆家修了之后 怀恨在心 不顾儿女的安危 竟然将匪徒引向村子 导致村里的狗子和张寡妇遭了羊 大半夜 两个土匪趴在张寡妇家的墙头 老三 这家里好像没有男人 只有个寡妇在家 那正好 我这练习两年半的老妖友用武之地了 一会儿就下去 多抢点东西 明白 悄悄地进屋 东西拿光光 还要和小娘子谈谈心 哪来的傻狗 叫管什么 再叫 把你揍一顿 此时 房间里传来张寡妇的咒 哪家的野汉子啊 大半夜的来老娘家里 要不要点脸 你们是干什么的 来我家做事 怎么还拿着刀 我们可是草上飞兄弟俩 来你家搬点粮食吃吃 顺便坐在床边和你谈谈心 快来人啊 我家里来土匪了 快来人啊 小娘子 小僧典 可别吵到人家了 嘿嘿 老三 上 这两土匪想捡个软狮子面 张寡妇一会儿就得让他们后悔了 贼人 抢东西抢到我头上了 今天就让你见识下老娘的厉害 大黄 要他们 哎呦 你这汉妇 我兄弟俩今天要定你了 说吧 三个人便混乱在了一口 刚才张寡妇的一声喊 喊醒了一众村民 大家才发现 村里几个匪徒 都与匪徒搏斗起来 此时 赵青烟和赵家三兄弟 刚好趁天黑回到村子 赶上了这场战斗 大家三下午除二就赶跑了其他土匪 听到张寡妇家里还要喊叫声 大家一众赶过去支援 快来人啊 快来人啊 等赵青烟他们跑到张寡妇院子了 大家都被震惊了 受伤的狗子 倒地的土匪 这两个贼人敢抢老娘东西 还敢非理我 今天不把他们打出墙来 老娘就不姓张 张大姐 你可真厉害 一个人就收拾了两 这下您的威名传出去 看谁还敢欺负你 那可不 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 来我头上动土 是活腻歪了 燕儿 这俩土匪咋办啊 要不绑得扔山里得了 今天突然土匪进村 按道理他们应该进不来啊 况且咱们村上都有巡逻队 此事有蹊跷 得好好审问审问啊 有道理 把他们捆了带到村长家里去 好好问一问这些人 是咋找到来照家村的路的 随后众人带着土匪和张寡妇 来到了村长家里 好大胆的贼人 赶来袭击我们赵家村 打伤我们赵家村人 今天要是不好好交代 就把你们扔到河里位于 老子就不说 你能把我咋低 你这糟老头子 我怕了你不成 我们几百好人 等过几天就打过来 把你们赵家村抢光 听过这话 众人气愤不已 此时赵青烟走上前去 你这贼人 嚣张得不行 你们人多咋了 现在你还不是被我们抓起来了 鸭儿打得好 嚣张至极 好好教训教训 就算你们的人要来攻打赵家村 我们也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听说山里有黑熊 要不给你们身上涂上蜂蜜 往到山里吧 黑熊最爱蜂蜜了 或者抓几只老鼠 放进铁桶里 贴着你的胸口 用火烧 怎么样啊 要不要选择一种方式啊 哈哈哈哈 赵青烟这活阎王式的教训 可把土匪吓个半死 这些惩罚可都是赵青烟 在现代历史书上看到 毕竟她是穿越而来的女博士啊 赵大爷 赵女侠 我说我说 我全都说 可放过我们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 这下土匪可没了刚开始的嚣张奇言 赵青烟给赵家村人出了口恶气 你现在的样子让我很不习惯 还是喜欢你原来桀骜不驯的样子 恢复一下 嘿嘿 贼人 你什么档次 哪里有你嚣张的份 说 怎么找来赵家村的 一五一十的说清楚 随后 土匪将自己的底捣了个干净 今晚二十多人的先请队 是来赵家村打探的 过几天主力就会来攻打 说为什么会找来赵家村的 原来是有内奸告密啊 老乡不要怕 我是山上黑云寨的手里 来你们家借点狼食吃吃 说吧 土匪的刀就架在马瓦尔的新丈夫屠库脖子上 这屠库吓得倒在了地上 看你也像个屠库 怎么如此胆小 兄弟们 吃喜 这伙人 说是黑云寨的土匪 实际上就是流民变成了土匪 见到了马家的吃食 一个个馋得疯狂消灭食物 小娘子 我吃也吃饱了 有一些悄悄话 只想和你一个人说哦 咱们两个悄悄的进屋 马瓦尔再笨也该知道土匪要干啥了 看到吓得瑟瑟发抖的土匪 失望极了 索性一不做二不休 将土匪引向赵家村而保全自己 这位大业 我知道谁家的姑娘最漂亮 赵家村里的姑娘教养极好 个个貌美如花 妾身跟他们比就是丑八怪 最重要的是他们村 有很多粮食 你们去赵家村肯定能得不少好东西 你们得赶紧去 别被其他人给抢了先 就这样 马是凭借着不错的口才 把土匪给引去了赵家村 还顺带说了进赵家村的捷径等 那个带头的 也不算蠢 这不就派了一个23人的先前小队进了赵家村 当得知内奸是马婉儿时 众人都气负 这马婉儿 支里扒外 这么些年 赵家也没亏待他 只因自己被修而生恨 就将货端引向赵家村 这个人太坏了 净好明更早就修了他 唉 家门不信了 赵家的事情让各位见笑了 对不住大伙了 为了弥补过错 我们赵家为村子多出力 巡逻队多出几个人 赵家的战力是赵家村天花板级别的 光是赵青燕一个人就力大无数 随后 赵家村将会发生一场惨烈的战斗 今天 我们还能站在生活了三十几年的土地上了 但是明天土匪就要来抢我们的粮食 抢我们的钱 抢我们的同胞 我们能答应吗 不能 敌人要想进村 只能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身后就是我们的赵家村 就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要为家人而战 我们要为赵家村而战 如果我倒下了 你们不要为我悲伤 我要你们去战斗 去保护我们的村子 坚决保卫赵家村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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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伯娘好剑法呀 真是百不穿扬 活脱脱是女中李广啊 百发百中 李广是何人呢 怎么没听说过呀 赵青燕是穿越而来的现代人 而平行时空的神龙国历史上 根本没有李广这个人 赵青燕只好干大了解释 就是就是我认识的一个非将军 是个神剑手 百发百中 二伯娘的剑法相比于她一点都不逊色呀 那是自然 赵家的媳妇个个都该是女中豪杰 经过英雄 奈何三弟瞎了眼 娶了马娃儿这个坏婆娘 败坏了赵家的名声 二嫂 休要再戳我几两骨了 只怪我是色迷心窍 娶了个白眼狼 如若我再遇到马娃儿 必让她像这西瓜一样 我怎么摊上了这么个娘亲啊 待到见面时 我定要好好问问她 不提马娃儿还好 必提到她 赵家的人都咬牙切齿 群情激愤 咱们的剑不多 这到时候打起来可不够啊 这可如何是好 爹爹放心吧 早在听说有流民的时候 我就已经向村长建议 让村里的铁匠多做武器装备了 我前几天去看 铁匠大哥已经做了很多剑了 保准能把土匪打得落花流水 还是燕儿考虑得周到啊 这一次定要把土匪射成四倍 让他们有来无回 赵青燕他们在紧窝密鼓训练的时候 奶奶皇室也没闲着 他带领着村子里的一部分小伙 在山上打猎 为巡逻队改上火时 不到一天的时间 就抓了五头野猪 分给了村民 随着太阳逐渐向西边走去 赵家村子也升起了阵阵吹烟 大家煮的野猪肉的香味 蔓延着整个村子 一直飘到村子土墙外的 埋伏的土匪众人鼻子里 妈呀 好香啊 大哥 是肉味 香迷糊了 看你那个怂样子 口水都流到地上了 丢不丢人 没吃过肉是吧 你可是跟着我黑云在张宝庆混的 我可丢不起这人 大哥 平常都是您吃肉喝酒 我就跟着喝点汤 肉吃的少啊 现在闻到猪肉味道 香迷糊了 忍不住啊 听了这话的土匪 都不尴尬不理 只得厉生呵斥 住嘴 要是不好好干 肉汤你也别喝了 兄弟们 咱们粮食不多了 打不下赵家村 只能喝西北风了 要是打下了赵家村 好酒 好肉 还有漂亮姑娘 都是兄弟们的 听了老大的泼吼 众人跟打了之险 是要拿下赵家村 大哥 咱们什么时候打赵家村啊 兄弟们喝酒吃肉都等不及了 以早步以迟 大傻村 一会儿你带着二十几个兄弟 去赵家村口附近扎营 到了晚上把篝火点上 一晚上都不要熄灭 让他们精神紧绷一个晚上 等明天早上他们最累的时候 我在带着大部队从正面进攻 二柱子 你带着一百个兄弟 晚上从山上绕到埋伏在赵家村附近 等明早我们打起来之后 你在冲入村子里 直奔赵家去 咱们里应外合 一定能拿下赵家村 得令大哥英明 我们这就去准备 不得不说这波土匪还是有点脑子的 懂得一些兵费 在高处的赵青烟等人看到 村口附近安营扎寨的土匪 不由的声音 这些土匪怎么这个时候 在外面安营扎寨呢 他们是要准备攻打咱们的吗 看他们的人数并不是很多 量他们也没有这个胆量进攻 不过确实很奇怪 这么点人就来安营扎寨 然而你懂得多 你说说看 村长 我觉得有蹊跷 这么点人 他们就敢安营扎寨 周围一定有大部队在埋伏 而且听说土匪快没有粮食了 他们肯定要急着攻打赵家村 我觉得咱们得赶紧准备了 有道理 晚上吃完饭就赶紧安排老弱 富如近地匠 能战斗的青壮年要随时拿着武器 随时准备战斗 小山子 赶紧去通知大家 明白 村长 马上就去 村长 事情不妙 前几天 这伙人就从山里偷偷溜进了赵家村 他们这次会不会又要顾忌重施 我觉得 在村子里 咱们要留下来二十几个人作为预备队 顺便保护村子 如果土匪从山里进来 村里的人就敲锣市井 咱们也好随时去支援 有道理 我这就去安排 聪明的赵青烟将拯救大家于水火之中 要说怎么是现代穿越过去的女博士呢 上知天文 下小地理 随着赵家村一切安排妥当 大战一触即发 第二天随着攻击的 土匪的进攻开始 兄弟们通吧 拿下赵家村 喝酒吃肉 土匪进攻了 大家要做好准备了 鸭儿 一会儿你带着弓箭手持续放箭 不要停 其余人 如果土匪要往上爬 你们就用武器将他们打下去 收到 村长 弓箭手准备 放箭 赵青烟在弓箭手持续不出 给土匪造成了不小的伤亡 其余人也拼尽全力抵抗土匪 这时候另外一路由二柱子带领的土匪 也从山中下来 杀向了赵家村 留守在村内的预备队赶紧迎迎 奈何自己人数太少 只能超过打准备 村长 果然土匪从山上偷袭村子了 村里青壮年不多 估计抵挡不住啊 燕儿 咱们这里就数你力气大 战斗力最强了 你带着二十几个小伙子 赶紧去村子里救援 村口的土匪就交给我们了 事不宜迟 你赶紧去 隔令的赵青烟带着村民赶回了赵家村 虽说二柱子带着一百多个土匪 但赵青烟站立金元 一个人瞬间 爬下了二十多人 经过数个时辰的战斗 村子里的土匪都被消灭了 赵家村得以保住了 惨烈的战斗后 土匪被消灭了几百人 死了的一把火烧了 没死的 赵家村人就将他们扔到村外自生自灭 赵家村人也伤亡惨重 哎 这次战斗 虽然赶走了土匪 但是咱们赵家村人也死得死 伤得伤 不过保下了咱们村子 保护住了父女儿童 还是值得的 可怜哪 不知道又是哪家孩子没了爹 不知道又是哪个母亲没了儿子 都怪这可恶的干旱 让大家没粮食吃 好人变成了流民 流民变成了土匪 苍杰呀 你要是有眼 就早点下雨吧 缓解缓解干旱吧 我空间里还有好多吃的 完全足够赵家村人吃的了 不过这个空间也太难以解释了 算了 只能想办法利用所学知识 改变大家的生活了 随着赵家村人挨到完毕 不久天空就下起了调破大 也许是老天听到了 驴民感性的气球 这意味着困扰 神龙国两年多的干旱问题 得到的 下雨了 流民也走 难民们随着官府的安置 也都不回过境 就找个妈 一切都走上了正轨 你刘家算什么东西 你问我赵家算什么东西 现在你听好了 你们干不了的活 赵家干 你们吃不了的苦 赵家吃 男人勤快 女人善良 这就是赵家 为什么奶奶皇室这么生气呢 原来这边赵家村刚赶走土匪 那边赵青烟三爷爷家的亲家老刘 就带着老婆刘张氏来赵家打秋风 可这老刘家做事不讲究 静一上来就蛮不讲理 索要八百斤粮食 还差点让自己女儿小产 小麦呀 你个丧了良心的 你老子 娘都活不下去了 三天没吃饭了 你也不知道过去丑丑 天杀的 亲娘来了还不出来招待 原来老刘家的女儿 刘小麦 嫁给了赵青烟三爷爷的孙子 不用想 这又是一个不讲究的亲家 来赵家打秋风 挺着六个月 大肚子的刘小麦 听见亲娘的好哭声 心里咯噔了一下 扶着腰从房间里出来了 爹 娘 你们怎么来了 你个赔钱货 还不是你没良心 娘家都没饭吃了 你也不知道送点粮食过去 养你有什么用 要是知道你这么没用 当初就把你二十两卖了去 各位听听这是人话吗 这离谱的老刘家 刘章是说着还要伸手打刘小麦 娘 娘 我错了 我知道错了 幸好刘小麦的婆婆周桂花 赶快迎了出来教训了刘章是 呦 我说谁呢 原来是亲家呀 这是刮了什么风把你们给吹来了 小麦是嫁进我赵家的媳妇 亲家母这是对我们家多不待见呀 进门就给瞎马威 刘章是知道今天自家有求于人 马上换了一副讨好的面孔 看看亲家母说的这叫啥话 这不是好长时间没见到我家小麦了 我跟她爹挺想她的 过来瞅瞅她 周桂花是赵青烟三爷爷家的长媳妇 为人精明泼辣 是远近闻名的辣子花 一般人不敢招人 我我 那没亲家了 大牢远走两个时辰的路来看我家小麦 亲家的贝罗挺大的 这是给我家小麦带了多少好吃的好喝的呀 来让我看看 亲家们的贝罗咋是空的 啥都没带啊 亲家你看这不是糟了灾 家里哪里还有吃有喝呀 听说你们赵家村没被抢 这不就厚着脸皮上门 找亲家帮郑一二 我们这一家人可都三天没吃上饭了 亲家可别跟我哭穷了 莫要说笑话 看你俩生龙活虎的 这可是真有劲儿 那可是两个时辰的路程呢 我要是三天不吃饭可没那么好的体力 周桂花嘲讽着 却不让刘家人进门 此时堂屋传来了声音 老大媳妇儿 快把亲家叫进来 可别失了礼数了 随后众人进到了堂屋 赵青烟和爷爷奶奶也在 正和三爷爷在家里商议 赵家未来怎么发展 见到三爷爷家的亲家来了 奶奶皇室便要离开 小叔子 你家来客人了 我和你大哥签词就先告辞了 咱们改日再聊 不打紧 不打紧 都是自家人 没有什么避讳的 老大媳妇儿 让孩子给亲家倒杯水去 亲家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我们这次来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借点粮食回去 求亲家帮帮忙 亲家这是打算借多少呀 我家人口多 算下来 借我们八百斤粮食 够吃一个月的了 你可真好意思开口 八百斤 好几亩地的收成了 八百斤粮食 明明就是抢粮食 还非要说的好听 说成是借的 咳咳咳 亲家 先不着急 先喝点水 只见老刘家两口子 像没喝过水的样子 一口气就眩完了 喝完了还没够 恶狠狠对刘小麦说 你个死丫头 没进水喝完了吗 还不快去再倒几杯水来 没有眼力见啊 你是黑豆吃多了 一天净放屁是吧 八辈子没喝过水吗 小麦怀着身孕呢 你让她干这干那的 小麦呀 你怀胎不容易 听二奶奶的赶紧回屋歇着吧 一口水不喝 一口水不喝可不死的 亲家 这水不喝就不喝了 你看 那个粮食的话 要不要给我们搞点啊 借粮食可以 打算什么时候还呢 或者拿什么抵押呢 我家粮食也不是大风瓜来的 得有个说法 亲家母 咱这都是实在亲戚 哪里还用得着抵押啊 这话说的外道了 再说了 我家的黄花大闺女嫁到你们家 难道就不值钱了吗 小麦嫁到我们家 吃好的 穿好的 而且我们家娶妻 难道没有给聘礼吗 今天来了 你对小麦那么凶 就是打我掉家的脸 再者 刚度过再慌 你家倒好 狮子大开口 要八百斤粮食 你咋不去抢呢 亲家 我家小麦嫁到你们家 给你们家怀了个大胖孙子 这么大的功劳 我们家借点粮食咋了 你要是不借 我这就把小麦领回家去 你家也别想得到孩子 亲家 不知李树 小麦现在是我赵家的媳妇 我看谁敢带走她 三爷爷赵千和说完 刘章是开始坐在地上撒泼打哭 满屋子嚎叫 邻里街上都听到了 刘小麦也赶紧出来劝我 娘 别喊了 让邻居们都笑话 你也不嫌丢人 笑话什么 你个赔钱货 要你有什么用 找的什么婆家 借一点粮食都不借 走 跟着我回家 娘给你重找一个婆家 说话间 刘章是拉扯着刘小麦 谁知一个不小心 刘小麦摔倒在了地上 肚子下面流血了 我的肚子好疼啊 我的孩子 燕儿快去 快去请村里的郎中来 给他说明情况 桂花 快 咱们把小麦抬到床上去 有了奶奶皇室的吩咐 众人赶紧忙活起来 而刘小麦的父母呢 看到刘小麦情况不对 趁众人忙活的时候 赶紧脚底抹油溜走 应付有点虚弱 刚才受到了惊吓 不过幸好 一切平安 我开一些安胎药 接下来可得躺在床上 好好休养 谢谢大夫了 平安就好 平安就好 幸好小麦福大命大 一切没事 钥匙出了什么事 我非得把他那爹娘手撕了不可 好了 让小麦好好休息吧 咱们都出去 毕竟那是刘小麦的父母 当着人家面说也不太好 众人便退到了院子里 爹 今天是不是做得不对 如果我借给了刘家粮食 小麦是不是也不会动了胎气 不关你的事情 刘家本就不是一个厚到人家 你看这些年 咱家春风每次逢年过节 去小麦家里送礼 可曾留咱春风吃过一顿饭 刘家今天来 分明就是来占便宜的 借了就没打算还 开口就是八百斤 咱家也没多少余粮 所以今天这粮食 肯定是不能借出去的 刘家就不缺粮食 我听说在镇子上 刘家买了好多粮食 啥 不会吧 刘家哪来这么多钱啊 桂花呀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那老刘家刘齐全 可是被称作精细鬼 精明着嘛 手里肯定有余粮余钱 这样子一闹 小麦嫂子肯定就和老刘家 恩断一绝了 嫂子命苦啊 放心吧 从今往后 小麦就是赵家人 在与刘家毫无瓜葛 他那不靠谱的爹妈 休想再欺负小麦 赵青烟三爷爷的事情解决了 他爹赵明更又摊上了一件事 是好事也是坏事 因为赵家村英勇抗击土匪 县令裘大千非要来视察赵家村 县太爷要来 村长赵金发可不敢耽误 路边的草要拔得干干净净 街道上要一尘不染 连老母鸡的毛也要输得闪闪发光 乡亲们 今天赵家村祖坟冒清烟了 前段日子 闹土匪 连本官的县衙都由土匪进攻 伤了好几个人 而咱们赵家村 竟然抵挡住了几百个土匪的进攻 非常厉害 所以 本官决定授予英勇村给咱们赵家村 热烈鼓掌 县令大人 这可都是您治理有方啊 还是老村长会说话啊 对了 排点和称号都是虚的 实质性的奖秘就是一年之内赵家村免除粮税 县令真是青天大老一样 赵家村人感谢您八倍祖宋啊 免了一年粮税 乡亲们的压力可小多了 村长这话怎么跟骂人似的 不过不打紧 今天本官高兴 与名同了 村长赵明哥和赵青烟真像你说的那样力大无穷啊 那可不 这赵家妇女二人 力能举顶 一个能打十个 而赵青烟堪比小猪狗 足之多谋 这四守村子 多亏了他运筹帷幄 这么说来 可是不可夺得人才啊 县衙缺的就是人才 本官最喜爱的就是各类人才 随后 在村长的陪同下 县令一行人来到了赵家门口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赵家人都去山洞里度假 小日子过得美滋滋 本官要来视察赵家村 赵家纲门紧锁是怎么回事 是看不起本官吗 县令 我知道您着急 您先别急 赵家村的人一切都以您马首是瞻 怎么会慢待 赵家喜好打猎 应该是去山上打猎去 赵大 赵二赶紧带几个人去找找 马上就去 村长 即使如此 那本官就耐心等等 就算是打猎 也不至于家里没有老弱妇孺啊 该不是遭遇什么不测了吧 并不会如此 赵家的战斗力 十里八祥人尽皆知 哪个不长眼的毛贼 欺负赵家可算是以卵击石 赵明庚这么勇猛 可得来县衙当差 造福一方了 县令哪里想着造福一方 分明就是想要赵明庚当个保镖保护自己 到了晌午 也没等到赵家人 县令生气的走了 连饭都没吃 村长赵金发只得等赵明庚回来后 再去县衙赔里面钱 晚上 赵明庚偷偷回村子里收拾东西带上去 没想到就是为了散步的村长 撞了个正体 哎哎哎 大侄子 你们家最近整啥呢 门上一直挂着锁子 找不见人 嘿嘿 村长 我爹说打算让孩子们都去读书 家里的银子不够实 我就天天去上山打掠嘛 太阳的索性就在山里过夜了 可就算你去打掠 怎么家里其他人都不在呢 算了算了 不管了 大侄子 你可把我害苦了 我给县令夸你多么多么厉害 结果前几天县令来试查 非要见一见你 你们家又没有人 县令这么一等就等到了上午 最后 他生气的走了 脸色极为难看啊 村长 那这咋办啊 县令生气了 可别到时候刁难咱们啊 这还能咋办 凉拌炒鸡蛋 这会儿咱俩赶紧去县城 明天一大早去给县令回话 再拿点东西给县令赔礼道歉 父母官啊 咱们小老百姓可惹不起 对了 县令还要你去县衙当差呢 村长啊 您先别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再说了去县衙当差这个事情草率不得 我还得和爹娘好好商量商量 再说了 礼品还得好好准备呢 有道理 是我着急了 乱了分寸 你回去好好和爹娘商量商量 咱们再一起去县衙 好嘞 说 说服了村长后 赵明庚一溜烟的 赶紧跑回秘密基地山洞商量子 啥 爹 县令要你去官府当差 这可是好事啊 市农工商 官排第一啊 好啥好 神农国规定凡是在县衙当差的 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过了三代方可 穿越而来的赵青烟当然不知道这个 还以为去县衙当差事的好事 这都是什么奇葩规定啊 去县衙当差 当个小吏 听着是威风 可这就断了自己和子孙的读书路啊 俗话说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啊 去县衙当差 是个好事 也是个坏事 其中的取舍 就看明庚自己怎么选择了 这时候一直目光紧缩的赵明庚开口说道 爹娘 我还是不去县衙当差了 不能断了厌儿他们的读书路 明天我就和村长去县衙 说明情况 推荐村长家的赵锦舟去当差 也算帮村长一把 这样也好 毕竟村长也把锦舟当作下一任村长再培养 就当送村长一个顺水人情了 老三 明天你就和村长一起去县衙 再把前几天一二打个那个狐狸皮送给县衙 就当赔罪了 就这样 第二天一大早 赵明庚就和村长一起来到了县衙 县衙此时还在生气 故意说道 堂下何人啊 所为何事啊 县令大人 草民赵金发 今日携赵明庚特向县令大人赔罪 哦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赵明庚啊 你摆得普够大的 让本官哭等了一个上午都见不到 难不成要让本官三顾茅庐吗 草民赵明庚不敢啊 前几日 草民听说今年冬天会更冷 特意去山上打了一只狐狸 做成大衣送给县令 以感恩县令体恤百姓 殊不知让县令大人白等了一上午 今日带着大衣特来赔罪 不得不说赵明庚是真会说话 说完便将大衣放在了县令的桌子上 本官一向清廉 该不收敛 敢念你一片真心 本官便收下了 县令求大千找了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收下了你 这样别人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赵明庚 本官有意让你在县衙当个捕快 不知你一下如何啊 城蒙大人抬爱 草民感激不尽 只是家中幼子御送去学堂读书 且本人大大烈烈 恐难以胜任捕快一职 不过村长家的次子赵锦州 我们自小一起长大 他也有一把子好力气 且能够识文断字 故而推荐他 哦 那这可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 有功夫还能识文断字 总比一个莽夫强多了 既是如此 那你就把赵锦州找来与我见上一见 赵明庚当差的事情终于解决了 出了县衙 村长赵金发对赵明庚很是感激 三马子你不去县衙当差 又推荐了我家锦州 不知该如何感谢你了 村长 我家中确实要送孩子们去读书 娘说由我负责接送孩子 他才放心 何况锦州兄无论射箭 狩猎还是读书皆比我强 村长无需介怀 赵明庚就这样把职位让给了赵锦州 这让赵家和村长的关系更近一步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又有麻烦找到了赵家 这一大家子晚上只因锁着大门睡觉 就吸引来三个小毛贼 本来以为家里没人的毛贼 反而被全村人抓住 最后竟然揭露出了村子里的各种仇 哥几个 你们说这老赵家的人都干啥去了 这都多长时间没见人了 不会是这一家子被灭门了吧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就是你家被灭门 他家也不可能被灭门 就光是赵晴雅和那皇室老婆子那一审审利 谁能打得过 你们都别瞎操心了 说不定他们家一家子去打链 遇见了狼群 全部死翘翘了呢 管他呢 反正他家没人 进去搜刮点值钱的东西 他们家有钱 回头咱们就去村风楼里好好乐呵乐呵 好好和姑娘们学一学外语 哥几个 走走走 我都要等不及了 这三个小毛贼做着春秋大梦 殊不知已经被房间里的赵家人 听得清清楚楚 这莫不是脑袋让驴踢了 这也太不把咱家当回事了吧 编排的还挺搞笑 难 待会儿是断腿还是断手 断腿 嘿嘿 这赵老头是不是脑壳可坏了 一家人出门居然不锁房门 这可便宜了咱们几个 别废话了 快找找值钱的东西 你们在整什么呀 你们在找你照顾奶奶吗 哈哈 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和人影下的三个小毛贼 是不是以为闹鬼了 顿时吓得坐在地上嚎啕大梦 救命了 黄奶奶 赵姑奶奶 搁几个猪油蒙了心 放过我们吧 求求您了 嘿嘿 你们这三个做贼都这么胆小 可真是笑死人了 都是同村的 竟然偷到我赵家来了 黄奶奶 我们错了 早知道你们在家 我们就不敢来了 我们可不敢在太岁头上洞扶啊 放过我们吧 住嘴 青山 去请村长来 看你们是同村的 我喊村长来处理 要不然今天非得把你们打断腿不可 虽然奶奶皇室不准备将他们断腿 但是还是得教训一段 不一会儿他们就不清理了 狗蛋 石头 麻干 老实交代 是不是还偷过村子里其他人家 一五一时的说清楚 否则再赏你们一顿皮带炒肉 这一说可不得了 什么去年偷看寡妇洗澡 大前年摸了谁家媳妇的屁股 又偷看到了村东头的瘸子跟村西头的那谁谁的奸起 偷了谁家的什么东西 没想到吃到了村子里的好多瓜 眼看着即将有更大的瓜爆料 赵青山带着村长赵金发和一众村民走进来 够了 石头 狗蛋 麻干 你们几个小子都拖到赵家族人头上了 你们莫不是忘记了 之前上山打猎的时候 是谁救了你们的亲人 留民席村的时候 是谁一马当先打退敌人的 你们几个年纪不大 这些年坏事却没少干 村长 你说怎么办吧 把他们关进祠堂去 明天送去县衙 众人出了赵家门 村民和三个小毛贼走了 村长赵金发和赵明庚站在门口说话 我先回了 得想想那几个小子怎么处理 蛤 不是说送去县衙吗 那还琢磨啥 明天一大早就送过去得了 臭小子 送什么送 咱英勇村的名号可丢不起这个人 脑子咋想的你 大伯说的是 赶紧滚回去睡觉吧 随后赵明庚便回到了堂屋 弟娘 刚村长说了 不把他们几个送县衙的 村长咋可能会把他们几个送县衙呢 都是赵家族人 再说了他们几个知道的那个八卦新闻 要是传出去 村子里还不得鸡飞狗跳 那村长会咋处理这几个人呢 我看了 八成会在祠堂里开个祖老会议 惩罚惩罚那几个小子 这事也就了了 爷爷奶奶 咱们今晚说的事情先别给大家说哦 只能咱们几个人知道 要不然就坏事了 放心吧 鸚儿 绝对保密 那么赵家晚上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还非得黑灯瞎火地说 原来赵青烟将自己拥有神秘空间 以及穿越而来的事情给赵家人坦然 赵家人担心这个神秘空间传出去会带来赞国 因此一致决定一起保守这个秘密 正如奶奶皇室所料 第二天一大早 村长便召开祖老会议 赵氏列祖列宗在上 第二十三代孙赵金发 今日打扰了祖宗 跪咎万分 无奈祖宗出现了几个不孝子孙 今日须在祖宗面前进行惩戒 忘嫌人们勿怪 诸位请坐 今日大家来此的原因想必已经很清楚了 抬下了三个臭小子 你们也说说吧 说说该怎么处理你们几个 此时祠堂外面的三个毛贼的家人 开始哭哭啼啼 去 出去对那几家人说 如果在那 就马上把他们家的儿子送关 听了村长这话 三个毛贼的家长才没有了声音 屋里的几个小子相互之间攀咬 还不是石头说家里粮食不够吃 千姿爷家肯定有粮食 家里没人刚好去弄点回来 然后我就心动了 好你一个招狗蛋 有事就知道往别人身上退 是谁整日愁眉苦脸的 让我帮忙乡主意 我家日子也不好过 但凡好过 还用得着跟你们这些小屁孩一起混吗 石头 你说谁是小屁孩呢 就比我们大几岁 你就了不起了 当我们愿意跟你玩时的 是你说的千姿爷家指定没人 这是没人吗 被抓了吧 我娘得哭死啊 只听说过狗咬狗的 现在真的见到了 还真是一言难尽 合着我们几个老家伙在这里看你们唱戏吗 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 听了这话的三个小毛贼这才反应过来 赶紧求饶 各位爷爷奶奶们 都是我脑子进了水 不敢动什么白信息 以后一定习性革面 好好做人 我错了 再也不敢了 我赵马根再则发誓 此生再不做盗窃之时 如有违背 定要天打五雷轰 不知道是不是凑巧 马根那边誓言刚说完 一到十年击中了祠堂的院子 我现在下个半死 马根呀 你的誓言是否做数 要是不做数 雷公店母可是要来的 你想清楚 村长 我说话一口唾没一个丁 以后好好做人 再也不会犯错了 既然老天都来监督你们几个 那我赵家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就这样 三个小毛贼被罚去赵家诚恳道歉 并且打扫村子一整年时间 此后不得再犯错 不然就直接逐出赵家村 赵家的风波终于过去了 不久之后 赵青烟就发现了新的商机 看着五颜六色的野果 吃了的人要么酸掉了大肆 要么嘴巴抖了 像长 连屁股都是不 只有赵青烟把这俩当成了宝 奶奶 我找到好东西了 啥好东西啊 酸死了 牙都酸倒了 姑姑你坏 这个东西辣辣 这俩是何物啊 好在何处啊 这边晶莹剔透的是野葡萄 虽然酸 却是酿酒的好材料 这边红彤彤的是红辣椒 可以用来当调料品 色香味俱全 奶奶咱们要赚大钱了 鸭儿 又有啥好主意了 葡萄酒每年翻帮进贡的 只有几大车 宫外都快卖出天价了 咱们可以用这些野葡萄 来酿葡萄酒 然后卖出去 就赚大发了 奶奶皇室跟赵青烟 再三确定她能酿酒 便决定立马去县城 买酒坛子和桃 鸭儿 今天中午怎么只吃了一点点饭啊 胃口不好吗 不是 奶奶 最近有点担心 家里的部分男丁要读书 单靠种地 卖筛罗和做新衣服 也赚不了几个钱 根本供养不起 哎 是啊 鸭儿 我也知道 奶奶一直想的是开个作坊卖吃食 可奈何家里的女眷厨衣一般 根本支棱不起来 就像中午你爹吃的面条 如果不是你 咱们都不会做 奶奶 你要是说到吃食 那我可就不瞌睡了 我这里大把的食谱 保准做的美味 好 既然如此 咱就把作坊搞起来 这样子家里女眷也就能管着了 顺便赚钱 男丁就可以出去读书了 一言为定 双喜临门 买完酒坛子 咱就去县城找找九四酒楼的 去品尝他们做的东西 再琢磨咱们到底做啥 就这样 赵青烟和奶奶皇室敲定了要开一个美食铺子的想法后 就来到了烧桃的作坊 掌柜的人呢 赶紧出来 今天给你来送大生意了 你这小姑娘 人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 能有多大的生意啊 你这掌柜的 有点狗眼看人低啊 一百个瓶子算不算大生意啊 那一千个瓶子呢 这位大小子 您贵姓啊 咱们进屋好好聊一聊生意 本姑娘免贵姓赵 你现在的样子让我有点不熟悉啊 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 姑娘说的哪里话 咱们有生意好商量 本来想以平常人的身份来买桃器 结果却换来你这掌柜的疏远 不装了 摊台了 我要买一车酒坛子 两位姑奶奶 我错了错了 李人有眼不识泰山 您放心 我们这啥桃器都能做 质量保准您满意 势力眼的桃方掌柜可不想错过这么大的事 赶紧疯狂道歉 赵清烟他们一口气订了一百个十斤装 五十个二十斤装的坛子 又订制了一千只一斤装的小酒瓶 所有的酒瓶上都刻着赵氏酒 总计花费了快二百两银子 可把奶奶皇室心疼坏了 鸭儿 那些酒壶咋那么贵了 花了好多钱了 就这 糖还没买呢 奶奶 咱用的可是好陶瓷 再说了 小酒瓶都是定制的 放心吧 等葡萄酒酿好了 绝对能赚几百倍的钱 对了 空间里还有好多糖 绝对够用 咱就可以先不买糖了 说着 赵清烟他们便来到了县城里水一鼠二的大酒楼 望月楼 鸭儿 这就是县城里最好的酒楼了 饭菜味道也是一绝 但是价格也贵得离谱 奶奶咱就在这吃吧 好不容易出来吃一顿 再说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不吃好的 怎么知道人家做得怎么样呢 正说着 遇到了村长赵金发和次子赵锦州 奶奶皇室便邀请村长他们一同去酒楼吃饭 小二 把你们酒楼的招牌菜都上一道 今儿我们要好好大吃一顿 得嘞 客官 您等着 菜马上就上 弟妹啊 我知道你们家宠孩子 坑在宠孩子也得有个度 这望月楼的吃食贵得很 这一顿饭吃了倒是痛快 可以后拿什么过日子呢 堂哥 今天这饭跟宠不宠孩子真没关系 之所以要在这里吃饭 就是想知道外面的吃食到底是个啥味道 不瞒堂哥 我家想要在县城开个吃食铺子 不出来见识一下 就跟那井里的蛤蟆般 所以啊 这钱还真得花 全当是个投资了 大爷爷 您就放心吧 平常您照顾我们家也挺多的 今天我们请客 您就敞开了吃 嘿嘿嘿 哎 好吧 既然你们有主意 我就不多嘴了 今天我也敞开肚皮 好好造一顿 嘿嘿 堂哥 你和锦州今天来县城见到县令大人了 看锦州这喜气洋洋的 莫不是县令大人留他在县衙当差了 沈子 是的 大人说让我明天就去衙马当差 这次真的是太感谢民庚了 好好好 咱们赵氏族人以后都得有出息 说完众人都笑了起来 不一会儿 小二就上满了一桌的菜 众人便开始疯狂炫饭 只有赵青烟烂悠悠的一个一个品菜 一二 这家酒楼的吃食味道很不错呀 香迷糊了 奶奶 菜味道一般般 基本没啥调料 等到了家 我用辣椒给您做顿麻辣烫就知道什么是绝世美味了 颜儿 这饭菜味道还不好吃吗 这可算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饭菜了 我平常哪里来过这等好酒楼吃饭了 今天我可算是长见识了 大爷爷 等我的麻辣烫做好了 你尝尝 绝对比这些饭菜好吃多了 好好好 说完众人便继续开始埋头疯狂干饭 毕竟平常哪里吃过这么好吃的饭菜 起锅烧油 再放入花椒 干辣椒 炒香后放入一小块火锅底料 再加水熬制 然后放入土豆片 莲藕 青菜 香菜 豆皮等食材 煮熟后加入芝麻酱 少许盐 这样一碗香喷喷的麻辣烫便做好 一盆黄豆泡发后 加水用磨盘捻碎 再用纱布过滤得到豆浆 大火煮熟豆浆 冷却后加入适量卤水 就得到了豆花 再将豆花打碎 利用模具挤压后 就会得到香喷喷的豆腐和豆皮了 挑着香味的麻辣烫 麻婆豆腐 还有白豆腐吸引着众人 来啦啦 大家都来尝尝我做的麻辣烫和麻婆豆腐 消迷糊了 咱家烟儿做的都是没听说过的菜 我可得好好尝尝 说吧众人便争先恐后尝起新菜肴 不一会儿就一扫而过 大姑娘上花酱 头一回啊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菜啊 又香又辣又过瘾 是啊 这可比望月楼的菜好吃多了 尤其那个白白的东西 真稀罕 回味无穷 这麻辣烫就是用红辣椒做的 又麻又辣 那个白白的是豆腐 用黄豆做的 光这一个豆腐就可以做数十道菜 听闻此话 二伯娘田晓然瞬间便有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这把大鸭嘴巴辣成红香肠的辣椒竟有如此妙用 后山一大片辣椒 而且黄豆也不值钱 到处都是 娘经常说要开个吃食铺子 那咱是不是可以开个铺子卖麻辣烫和豆腐啊 这稀罕玩意 我估摸着肯定有大把人喜欢 老二媳妇儿卯子还是灵光啊 我和嫣二正有意开个吃食铺子 正不知道卖啥东西呢 老二媳妇儿就送来的主意 老婆子 这个主意好 你就放开手脚干 那就这样子定了 咱家里的女眷跟着嫣二学习做菜 准备准备开个店 家里男丁以后该读书的读书 读不了书的就来店里帮忙 以后咱赵家就好好做生意 赚的钱大家都有份 听到老婆子说都能分到钱 大家的眼睛都亮了 毕竟开个吃食铺子指不定有多少收益 赵家厨房 诸位可瞧仔细了 我这就做上几道好菜给大家开开眼 只见赵青烟一顿操作猛龙 一口气做了好几道菜 几位嫂嫂姐姐 快尝尝我这厨艺如何 咱家三美的厉害我可是知道的 味道肯定差不理哦 燕儿 你那还有多少做菜的方子啊 我可得多学一学 让咱的铺子早点开起来 放心吧 我这里的方子多了去了 我保证大家都能学会 赵家女眷经过几天的练习 都能熟练地做好这些菜 眼见赵青烟教了孙媳妇和孙女 这么多的菜方子 奶奶皇室那必须得敲打敲打 这不 家庭小会议又开始了 我跟你们也已经商量好了 这个吃食铺子 就由你们这些个姑娘媳妇的一起经营 所以这铺子就是咱的命根子 燕儿给大家教的方子千万不能外泄 若是谁敢泄露 你们也知道我老婆子的手段 奶奶 您放心吧 咱好不容易要过好日子 我可不会犯傻的 我也是的 谁要是敢泄露方子出去 我就喝水没完 哈哈 哈哈 好 咱们家里人就要凝成一股绳 齐心协力 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奶奶皇室的话可真是醍醐灌顶啊 一个家庭只有劲往一处时 才能越走越远 要开铺子了 总得有个店面吧 这不赵青烟就和奶奶商量着 那 家里人都在为开店做准备 咱俩得去县城找个店铺啊 最好是前铺后院的那种 再说了我爹他们要去县城读私塾 住在铺子里 吃住也方便 有道理 那咱就去买个铺子 就算不做买卖了 拿去出租也不亏 转眼间 赵青烟和奶奶皇室便来到了县城牙刑 牙刑就是古代的房屋中间 两位客官 买房了还是卖房啊 打算找个临街的房子或是铺面 试买试租 就看位置跟价钱了 敢问家里准备做什么买卖 预备所花费用是多少 先不管银子多少 可有最好是前面铺子 后面带个小院子的那种 要么说巧了呢 刚好手里还真有这么两家铺子要出卖的 您俩跟着我去瞧瞧 鸭行老板周压人便领着赵青烟和奶奶皇室 来到了前街的一个四合院 您看看这个四合院 院子里没有井 打谁得去街口 房主要价三百两 说是年纪大了 想把房子卖了回乡下养老去 坐吃食 院子里没有水井可太不方便了 再说了房屋有点破败 收拾起来也麻烦 周压人见赵青烟祖孙二人不说话 便领着去了另外一个四合院 这里是文人巷 因为以前出过一个姓文的禁食 故而得名 这个四合院还有一口水井 您四周看看 看着屋子里窗台上的刀砍痕迹 以及心魔的强灰 赵青烟和奶奶皇室相视一笑 便走出了房间 对于这个四合院 赵青烟祖孙二人是满意的 前堂可以作为吃食铺子 房屋够多 足够家人住了 接下来就想办法砍价 这好端端的房子 房主为何要卖掉呢 嗨 说是家里的儿子在外地做生意 想要家里人接过去尽孝 老板 你确认这房子 不是出货横式才卖的房吗 我这老婆子 可是火眼金金 别想瞒着我 现瞒不下去 周牙人索性坦白了 原来当时流民袭击现成的时候 这家人被抢了 男主人被砍了 流民过后 在外经商的大儿子 带着一家老小走 便委托周牙人将这房子卖了 都是在下的错 没有把话说清楚 我带您去看看另外的房子 哈哈哈哈 只要话说清楚了就行 我老婆子不担心这房子出过横事情 这处房子你最低多少两银子 大娘 厉害 这房子一口加一千两 五百两 这 这太少了 不行不行 本钱都赔进去了 哟 合着这房子不是别人的 是在你手里的 哎呦喂 要不再加点 九百两如何 五百五十两 八百五十两 六百两 两人就这样你一来我一往 周牙人都快急哭了 最终成交价定在了六百五十两 所有的手续一次性办得清楚 赵清烟和奶奶皇室拿着房器和地气 心满意足地就准备回家了 赵家要开店和读书的事情 很快传遍了赵家族 这一月的赵家的日子 真热不热 这不 就有人来赵清烟家里说没了 弟妹啊 好些日子不见 你可真是越来越年轻了 嫂子 我也感觉自己最近气色好了不少呢 这婆娘咋还如此不害臊呢 老不休的 嫂子 你今儿过来可是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 我瞧着你家二房两个小字岁数也到了 还没定亲 刚好我娘家侄子有个十四岁的闺女 长得小家碧玉 能干活 所以想过来让你们两家结个亲家 这说没的女人可是大有来头 是村长的媳妇赵晴氏 但想和赵家结个亲家 没点本事是不成的 这么好的闺女儿 嫂子你家里可有几个年纪相仿的小子 何不撮合撮合呢 老娘的小子哪里能娶得起那么好的媳妇 嗨 毕竟是我的侄孙女 和我家的那几个小子都是一块丸道大的 一说娶清 头摇的和波浪鼓一样 不争气啊 唉 这么好的闺女儿 想必彩礼要的不少吧 也没多少 我那侄子说了 给个八十两就中 八十两把我这老婆子卖了去 看能不能凑够这钱 姨妹啊 你说的这是什么浑话 这八十两对你家来说 也不算多啊 我家有多少银子 干你何事 要你在这瞎操心 咳咳咳 你说万一要是能考上个秀才 那我家的土地就能免税了 日子就越过越好了 所以啊 三年之内 没打算给他们说亲 姨妹啊 老二家的两个小子 那么大了 早就过了读书的年纪 私塾的学费可是不便宜 姨妹 你听嫂子的 可千万别浪费了那些个银钱 别给打水漂了 这婆娘嘴太臭了 你家的孩子读书的银子 才打水漂呢 还够说几房媳妇的 按照你家执孙语的彩礼 都够我家一个娃子上 两年的私塾了 嫂子 我就想试试 上次土匪袭击村子 那么大的劫难都挺过去了 没准运气好 咱家出个读书人呢 改换门停了 你说是不是 村长媳妇赵秦氏 还想攀这个未来读书人的亲家 被奶奶皇室一阵队 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家 她那不争气的侄子 秦山和燃头挫上前来 咋样啊 大姑 说好了吗 彩礼给多少 傻孩子 你这张口就八十两 哪个装户人家能拿得出来 把人都给吓跑了 表姑说得对 刚表姑出去之前不是说 你那堂弟家里日子过得不错吗 怎么连八十两银子都拿不出来吗 人家的孩子要送去私塾 以后要取食文段子的女子 崩溃了 真的崩溃了 一个女腿子 还没考上呢 就开始敲不起人了 我家贵女的这人匹上哪里找 没夫妻的一家子 我就不信了 我家贵女儿支不了八十两 这八十两银子可不少啊 乡下人哪里出得起这个钱啊 还有 你咋就跟八十两叫上镜了 你是不是得罪人了 这才着急用钱 大姑 你就不能盼着侄子点好 我这不是为了我这个家好吗 大姑 我的事你解决不了 要是没人出得起 我就找个人鸭子 把二丫头卖了去 我就不信之不了八十了 听了这话的赵琴师一脸猛逼 随即拿着脚上的鞋子追着秦山河 秦山河 你个狗东西 你还是不是人了 那是你轻生闺女儿 你还敢有这种想法 可没这八十两银子 我就完蛋了 快说 从十招来 敢说瞎话 我这鞋底子甩你脸上 原来这秦山河嫌弃自己有个丑媳妇 某天晚上喝了酒 看到刘家婆娘一时上网 就打了扑克 结果被刘赖子捉奸了 秦山河只得写任最书 答应一个月内给刘赖子六十两 要不然就送官 好啊你 你这个色胆包天的秦山河 竟然干下这等丑事 又死人了 以后别说我是你表姑了 我丢不起这人 刘赖子要你六十两 那你砸财里还要八十两啊 表姑 这不六十两给刘赖子 剩下二十两 我就能自己留着了吗 好你个无耻的秦山河 要是凑不到六十两 刘赖子就要把我送官 或者把二丫头送给她做钱 表姑啊 我可不能把二丫头 往火壳里推啊 你呀你 不成器的东西 等你表姑父回来 再看看怎么办吧 二丫头不能卖 至于假 你也别在那里 狮子大开口了 装护人家没那么多聘礼的 还有你要是再敢打主 一把二丫头卖了 老婆子我做主 把你的腿打断 话说为什么赵秦氏 对他这个侄子 秦山河如此之好 原来当年逃荒时 多亏了秦山河的爹娘的照顾 赵秦氏才对也活下来 所以之后赵秦氏 便将秦山河视为己出 村长家里 终于等到了赵金发回家 这都什么事啊 山河呀 你再给表姑父 说说当时的细节 我怎么感觉不对劲呢 你像是被仙人跳了 啥 不 不会吧 这事也难说 你都说了 你俩刚结束 刘赖子就出现抓住了你 这明摆着是有问题啊 看到自己婆娘被欺负 哪个男人这么有定力 快结束了才出来抓人 表姑父 你可以一定得救救我 我实在是没钱了 闺女儿我也不想递给刘赖子 你做事情能不能动动脑子 抠门还好色 现在不管是仙人跳还是抓奸 人家拿着你的认罪书 只能把六十两凑够给人家送过去了 最重要的是得拿回你那个所谓认罪书 懂不 否则你这辈子就被人家给吃得死死了 六十两 这上哪里去凑啊 我和他们村长书 我去舔着我这张老脸让人家书说情 看能不能少点银子 经过村长的运作 刘赖子答应把银子减少到四十两 可凑了凑 还是少二十两 没办法 赵琴氏只好无可奈何地去找奶奶皇室借领 赵琴氏侄子的事情村里早都传遍了 就着赵琴氏还介绍他侄子的闺女儿给赵琴燕家 被村里人笑掉了大牙 嫂子 好说好说 五十两我借给你 这些年 我们家多亏堂哥和嫂子帮衬 我们也是感恩的人 就是我家小子的人生大事 嫂子以后就不用操心了 姨妹啊 嫂子再也不瞎介绍了 赵琴氏尴尬的脚都能抠出三十一瓶 拿了银子就赶紧走人了 这下子 村长家又欠了赵琴燕家里一个人请 人怕出名珠太账 自从知道赵家给村长借了二十两名字后 赵家的发财路子也有人眼红了 村里的葛氏竟然厚着脸皮来讨厌发财法 赵家婶子 忙里偷闲 我来看看你啊 说着葛氏便往赵千祠那里请 赵千祠不好意思地下来 就赶紧出去了 葛氏便坐在了爷爷赵千祠的位置上 哎呦 这不是葛氏吗 什么风 把你吹到我家里来了呀 婶子 瞧您说的 没有事情我就不能来了嘛 都是邻里邻居的 你这是干啥呢 葛氏 你是不是八百年没刷牙了 你先做话 我去把这些东西都收起来 装什么装 也就是会修此个字 要不是有个会读书的相公 你不也是大字不识一箩筐吗 葛氏的内心想法 奶奶皇室是不知道的 但奶奶皇室很想您走溜去拍满墙头草的 你家的地都种完了 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吗 婶子 我这不是来串串门吗 最近看你家里又买驴 又买瓶瓶罐罐的 听说还去望月楼吃了顿饭 想着是不是有啥发财的路子啊 说说呗 咱们都是一个村的 更何况咱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 奶奶皇室很想把葛氏扔出去 谁告诉你我家发财了的 我家发财了我咋不知道啊 何婶子你这可不能听风就是雨啊 可不能瞎造我家的谣啊 我和你奶奶说话 你个小辈差什么嘴 燕儿可是智多心 是我家的福宝 流民袭击村子 要不是我家燕儿 村子早都被抢了 你还当他是小辈吗 经过奶奶皇室的训斥后 葛氏将后脸皮发挥到了极致 是是是 沈子你说的对 不说这个 咱可是实在亲戚 沈子家有啥赚钱的法子 可不能藏私啊 何沈子 好吗 自己家赚钱了就不能藏私吗 凭啥要告诉你啊 就凭你脸大吗 葛氏啊 咱们都是没出五福的亲戚 沈子家最近缺银子时 你回家给沈子拿个十两 二十两的来画画 你可不能藏私呀 你家劳动力比我家多 你家房子都是青砖大瓦房的 我家这只是个半砖脸的 你家肯定赚了很多钱的 给沈子说说 你家都是怎么赚钱的 这都是一个村的 可不能藏私 做人要大气 沈子 你要是不想说你家赚钱的法子就不说 何必这样拿着我寻开心啊 你也知道是寻开心呀 你家的赚钱法子都不舍得说出来 咋就好意思问我家的赚钱路子 怎么心你说别人就不心别人说你 这叫什么 你不懂道理我不怪你 哪天我会让你签词说过去找你家男人好好唠唠 可是一听这还了呢 若是让他男人知道自己跑来这里得罪人 定是要给自己好看的 那个沈子 对不住了 我不会说话 你别计较 大人有大量 我家里还有事 就先走了 奶奶别生气了 何可是生气划不来 奶奶我给你拿一瓶快乐水喝一喝 赵青烟便从空间里拿出来的一瓶快乐水放在桌子上 还是我家鸭儿懂得体贴人呢 我早就馋这个快乐水了 真好喝呀 奶奶高兴就行 嫂子和姐姐们炒菜的手艺都差不多了 要不然奶奶咱俩先去简单收拾收拾买下来的那个院子 然后等家里人过来一起装修铺子 好 咱这就出发 我去厨房叮嘱他们几句 赵家厨房 老二家的 以后家里再来歇个不要脸的婆娘 你别客气 把他们都给老娘对出去 你大嫂念子薄 嘴又笨 不会骂人 你嘴巴厉害 这事交给你准没错 娘的意思是我会骂人 我也是很斯文的好吗 听了这话 众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谁不知道二婆娘田小兰的厉害啊 你大嫂是咱家的长媳 有些话不能说得太直白 更何况她确实嘴巴不会说 你不一样 你头脑灵活反应快 一个家总要有唱白脸的 也要有唱红脸的 娘看好你 咱家以后能不能撑住场子就靠你了 回头娘去县城 给你多买两身好料子 娘 你就放心吧 包在我身上 刚才葛氏干啥来了 让你牢给我拍了这么个任务 二婆娘 还不是来问咱家赚钱的路子 被奶奶给对走了 要是葛氏在嚼舌根子 老二家的 你就好好收拾它 我和燕二先去县城收拾院子去了 说完 奶奶皇室便和赵青烟坐上了马车去县城 燕二 奶奶想把买的这个铺子 放在你名下 毕竟要不是你 咱家也不可能日子过得这么好 你觉得吗 奶奶 不行 现在大家都在为这个铺子忙活 要是放在我名下 大家哪里还干得动 这个铺子是大家的 再说了今年我才十二 以后咱家买卖做红火了 赚了钱 奶奶再给我分资产也不迟了 奶奶皇室若有所思地说 这样也好 我家燕二天生就是个福星 是咱们赵家的福分了 奶奶皇室说完 祖孙二人便会心一笑 不多时便到了县城刚买的院子 奶奶 这房子出过横市 咱去买点鞭炮放一放 去一去晦气 好主意 咱这就去买 随着鞭炮的踢了它了 赵青烟就和奶奶皇室开始了大早 风卷残云般收拾好的院子 院子焕然一新 随后 两人便进屋收拾房子 二人抬床的过程中 赵青烟被绊倒了 并听一看原来是床底下有一块凸起的砖块 呀 这下面不会藏啥好东西了吧 嘿嘿嘿 这可说不定哦 我先打开瞧瞧 这不看不要紧 一看下一条 砖块下面埋着一个毯子 打开毯子 里面赫然是闪亮亮的银银板 奶 好多银子 他们搬家的时候不知道把东西带走吗 没准他家人也不知道有这笔钱呢 咱们找到了 就是咱们赚了 一二 把银子收起来吧 奶奶 咱到时候先把银子藏到山里吧 随时补贴家用 这样带回家太显眼了 行 就这么干 好家伙 赵青烟的运气也太好了 足足捡了十八块银元宝 每个十两重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运气这东西 在古代 在餐馆吃饭都是小二忙前忙后的伺候 而这家餐馆竟要自己排队顶餐 取餐 吃完了竟还得自己放回餐具 可就这么奇葩的餐馆 吸引人家的 这怎么行 人家是来咱家花钱吃饭的 怎么可能自己拿吃食 吃完了还得把餐具放回去 就是 别人的餐馆都是店小二在伺候 别到时候没人来咱家吃饭了 呀 大家说的对 吃食铺子哪有这样干的呀 嘿嘿嘿 奶奶你就放心吧 正因为咱家不一样 才显得高大上 到时候铺子开业 请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来体验体验 到时候大肆宣扬 咱家铺子的用餐方式 是新奇玩意儿 达官显贵都喜欢 这样其余人都会慕名前来吃饭 也可真是个营销鬼才 赵青烟这么说 大家也是将信将疑 二伯赵永庚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映儿 咱家的吃食 都是别人家没有的 以后会不会有人 来抢买抢卖 要咱家的房子 二伯说的也不无可能 如果实在是对方势大 又要抢取豪夺 给就给了 赚钱的法子 我这里有的是 如果对方真心想买 只要价钱给的够 卖它又何妨 就算别人拿了麻辣烫的方子 没有底料也做不了 到时候我们可以卖给他们 底料赚钱 嘿嘿 还是鸭儿骨灵精怪 铅子都 我开院子里泡了那么多黄豆 咱们是不是可以多做一些豆腐 当街售卖啊 大伯好想法 咱们可以把豆腐卖给各大酒楼 或者小吃食铺子 这样每天就会有收入了 有道理 老二你能言善辩 你就负责豆腐的售卖 看能不能找到几家大客户 好 我明天就去试试 紧接着 为了把生意做大做强 赵家人便考虑着 买拉末盘的驴和耕地的 第二天 二伯赵明庚便带着赵青山 赶着马车去卖豆腐 第一家找到的是酒楼天顺楼 没想到碰一鼻子灰 掌柜的 我们有一种新吃食 您瞧瞧看 就这么两个土包子 能拿得出手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可别一款野菜就是新吃食了 我们酒楼里来的客人 可都是咱们县城有头优脸的人物 不是什么阿猫阿狗的东西都敢收的 万一吃坏了客人 谁负责呀 赵青山听到这话生气极了 要不是赵有更拦着 一定要给天顺楼掌柜的几个大逼豆 打扰了 随后两人转身出了天顺楼 二叔 刚才要不是你拦着 我准要揍他几下 青山 没必要 等咱家的铺子以后生意红货了 免不了要打交道 对面是望月楼 咱们过去试试看 听说望月楼掌柜的人不错 叔侄二人端着豆腐走向望月楼 望月楼的店小二 见到两人是从对面过来的 马上笑眯眯的迎了过来 二位是吃饭还是住店啊 小二哥 我叔侄是赵家村的 研究出了一种新知识 想拿到咱们望月楼售卖 麻烦小哥通传一下掌柜的 看到了五文铜钱 小二哥很是痛快地去通报 你小子什么事 不知道今天东家来查账吗 要是没什么重要的事 看我不扣你工钱 哈哈 一对自称赵家村的叔侄二人 过来售卖新吃事 说是叫豆腐 可生吃 可煎炸顿蒸 还有我是瞧着他们 从对面酒楼过来的 对面酒楼过来的 那可有卖给对面酒楼 看他们的样子 八成是煤坛楼 你个臭小子 你先招呼着 我随后就来 店小二招待叔侄二人入座 不一会儿韩掌柜人位置 声先到 二位久等了 必然姓韩 二位可叫我韩掌柜 韩掌柜 我叔侄二人前来售卖豆腐 您先过过目 看这豆腐白白嫩嫩 令人好奇 这豆腐是用何物所做 是用黄豆做的 只是制作的步骤繁琐 费时费力 还考验技术 这豆腐生吃别有一番风味 我听伙计说是有多种吃法 不知道二位可能做得出 我侄子会做各种豆腐 让他给您露一手 说吧 赵青山店端着豆腐随便小二进了厨房 不多时色香味俱全的 午菜一趟豆腐宴便做好了 谁承想 韩掌柜一趟不要紧 好吃的竟把菜吃光了 这下可干大了 他来这豆腐 把掌柜的拿下了 二位见笑了 早上到现在还没进食 故而多吃了些 这豆腐菜谱 赵家兄弟 打算多少钱卖给我们望远楼啊 No 韩掌柜误会了 我今天是来卖豆腐的 并非豆腐菜谱 若是韩掌柜有兴趣跟我家 签订长期的豆腐订购合同 豆腐菜的方子 倒是可以免费送给贵酒楼 你可制一个菜方子 怎么也能值个几两银子 赵兄弟不心疼吗 豆腐菜谱不值钱 没了豆腐 一文不值 若是我家能持续售卖豆腐 钱便能每天入账 过而我们只卖豆腐 双方你来我往 最后 一一斤豆腐十文钱的价格 卖给望远楼 每天一百斤 韩掌柜很想独家售卖 可赵永庚哪能同意 毕竟以后自家的吃饰铺子 开起来后 肯定要卖豆腐的 只同意优先售卖给望远楼 不过豆腐不卖给 对面的天顺 行 只要对面酒楼 没豆腐就行 赵兄弟 做豆腐的方子 真不卖吗 这要贤术 我们可不能卖 再说了 这大事只能我娘做主 我要是敢私下做主 估计我娘得把我腿打断 哈哈哈哈 赵兄弟真幽默 随后叔侄二人出了望远楼 就去凉店把黄豆包远了 美滋滋地回家了 谢谢大家